第0671章,精通和图洛书满级交流术的魏馆主,为了防止遇到对面势力的人,需要交锋。魏冤把剑背了起来,而后出门的时候,问过了博物馆现任掌勺大师傅袁绝晚饭需要什么。 袁绝把记录下的菜单递过去,魏冤若无其事地问道,对了,我在修行的时候,阿亮平时吃些什么?有好好吃饭吗? 袁绝斟酌着语言,道,诸葛武侯,恩,他很挑食。大和尚最终决定实话实说,非常非常挑食。历史里面,他好像最后就是不怎么喜欢吃饭,不过那个时代嘛,可以理解,行军列阵肯定是大锅饭,就是开小灶也好吃不到哪里去,最后肯定就不怎么喜欢吃,宁愿饿着。 也不知道是谁把他的嘴巴痒得这么刁。不过现在,他属于没事就喜欢吃零食的那种挑食,尤其喜欢甜食。 那种酸酸甜甜的果腐,以及蛋挞和点心是他最喜欢的,难道说是因为大脑运转需要大量的能量补充吗? 可是,这样他很容易蛀牙的,现在他身体中状态也就是十七岁左右,大量吃糖粪,以后去牙医那里,拔牙怎么办? 大和尚忧心忡忡,武侯要跑的话,谁也抓不住啊。 圆绝,你是老妈子吗?怎么想到那么远的? 卫冤嘴角抽了抽,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迟疑道。 那我在修行的时候,阿亮吃龙井瞎人吗? 啊? 圆绝疑惑,武侯喜欢甜口的,那种清淡的饮食他很不喜欢。 就连茶他都更喜欢口味浓郁的红茶。 卫冤。 回忆起清醒之梦中和煮酒音抢吃的的少年某主,博物馆主陷入沉默,而后咬牙切齿,故意的,绝对是故意的。 阿亮你,果然是故意的对吧?和煮酒音抢吃的,非得撩拨他。 你怎么会这么皮? 等我回来,看我削不削你就对了。 卫馆主恶狠狠地盯了一眼少年某主的屋子,耳朵听到了咔嚓一声。 毫无疑问,某白衣某主已经直接把屋子给繁锁起来,魏冤无可奈何,和圆绝说了一声,一定要给阿亮把营养配足。 什么青椒,香菜,绿色蔬菜,全部加上?不准挑食。 之前,绝和太气山神前往西王母留下线索的地方,得到了昆仑御书,又从和图洛书里面看到了未来,后来绝离开的时候, 选择让太气山神将和图洛书所在之地封禁起来。 魏冤多少算是昆仑山神,勉勉强强是山神一脉。 根据爵说过的方位,再加上太气山神的神力,简直就和夜路上大卡车的远光灯一样眨眼。 完全无法忽略,魏冤也是因此而担忧,开明兽也是昆仑神主之一,麾下肯定有昆仑一脉的神灵。 太气山神的神力封禁,对那边也算是指引。 对于开明兽来说,简直就是把大爷进来玩啊这几个字都写脸上了。 魏冤心中吐槽,斟酌之后,决定先把和图洛书的事情解决,然后再说上龙虎,一方面是因为严重程度上,显而易见是和图洛书的分量更重,龙虎山什么时候上去都行。 另一方面,是对于魏冤来说,比起面对老天师那种你特么又来了,的惊慌愤怒眼神,和图洛书更简单点,前者魏冤是会自责的,某博物馆主会发现原来自己良心还是很有分量的。 后者的话,大不了一斧头的事情对吧?不过,魏冤在靠近的时候,还是选择分出一道分身,从大道上飞走,携带着足够强烈的气息,而本体则是用出隐气藏形的手段,缓缓靠近,以防万一。 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魏冤心中自我调侃,右手扣着剑。 太弃山神的封禁没有变化,但是即便如此,魏冤在踏入其中的时候,也没有丝毫地放松警惕,而是隐藏气机缓缓靠近,千里眼顺风耳这样的手段,甚至于不在七十二地煞之中,属于常规道法。 归类于以法力强化人体本身机能的方式。 所谓的道门弟子,因为创造者的缘故,属于那种看上去是远攻。 其实你靠近了,会被反手一巴掌拍在地上爬都爬不起来的那种。 道横启示如此不变之物。 以法力强化肌肉纤维,哪怕是个一米五的小萝莉,也可以扛着山追着你跑。 因为魏冤现在怀疑,道门被创造出来的基本原因就是为了以后和大荒死磕。 所以,道家弟子被迫跟着那帮荒神一起内卷。 如果从开战的角度看,就会发现,神舟道门在整个世界的超繁体系里,完全是奔着全能特种兵的培养方式去的。 从打坐练气,阵法打叫,到练单助气,远攻进战都得会。 远攻就用法术,近距离就拔剑,反手一巴掌忽脸,正手一巴掌俘禄。 单打独斗是六边形战士,一起打架还有从两一阵到周天大阵等人数不等的围殴战术。 当然,老祖先是这样想的,但是耐不住有些家伙在修行了这些法门之后,思路走偏。 拿着以法力强化人体器官机能的思路,跑去不干正事。 魏渊法力混杂神力,让双耳捕捉声音的能力强化。 以他的实力,能够让自身的耳力提升到昆仑妖兽的程度。 当然,法力消耗其实也不少。 让魏渊觉得这些法术构型已经有些落后了。 其实魏渊倒是觉得,现代道门和科技的结合还是不够多。 如果能够用法力构造微型雷达多好。 什么虎拳、螳螂拳? 既然是模仿发力技巧。 还有剑指剑掌之类以身体模仿兵刃的招式。 那为什么不可以有机枪拳? 以人体肌肉、法力强化,模拟这些人族武器的法力方式。 比如说,往后比武的时候, 某乃渣子拳新流派之AK四七门大弟子。 某乃虎式坦克横链门。 某家乃行医门弟子, 主修行医炮全之八十三式一百三十毫米火箭炮, 主张以火催气力,全如火箭炮。 一定很有趣。 干脆到门真修观想法天向地的时候, 直接观想大蘑菇谈好了。 以身化形,化作和舞,一拳一脚,尽为和报。 而这个时候,里面果然传来了交谈的声音, 魏渊杂念一收,注意力集中在里面。 而后伴随着对于声波回荡的把握, 哪怕是闭着眼睛,也能感知到里面发生的事情。 和图洛书前,站着一名气息暗沉混乱的男子。 和之前暗杀魏渊的极为相似。 和图洛书上浮现出了一桩桩画面。 声音缓缓低语,竟然是来自于那一座被希望母搜集来的和图洛书。 嗓音漠然高远,带着神灵的飘渺。 我可以满足你的一切愿望。 我可以给你天下最美的美人,可以让你拥有取之不竭的财富。 我可以给你指点一座小千世界的空间方位,让你去那里作为一介开山之祖。 那石碑的声音仿佛神灵高高在上,但是,你又可以给予我什么? 背负命令来到这里的神江,此刻反倒是被干扰晃动了心神。 他自然无法提出让石碑满足的条件,但是旋即他就意识到了一点, 这毕竟只是一座石碑,自己完全可以把石碑带走。 他五指伸出,直接将石碑射去。 石碑里的情绪波动浮现出一种隐藏的轻松。 终于可以,离开了。 那名神江带着痛快的微笑转身便走,一出门,却看到一名身穿黑衣, 右臂扎着黄金的青年,笑容温和客气,打了个招呼, 哟,你好啊,吃了吗? 神江神色惊恶,反手将石碑抛向身后。 掌中长枪猛烈地刺出,贯穿。 魏温反手直接以抓住枪封下的部分,脚步微踏,将这枪夹在叶下, 悬伸而转,枪身被折出一个触目惊心的弧度。 那神将怒吓一声,掌中长枪猛地爆出剧烈的力量, 足以一枪刺出,将一座山移为平地。 或者说,直接将一座城市的市中心区域积成废墟。 但是就在他爆发权力的时候,心口突然一痛, 低下头的时候,看到一柄剑洞穿了自己的腹部。 这,这是。 被被刺者终将成为被刺爱好者。 就像是吕凤仙的乱世乐子人成长趋势。 魏温发现,这样要比起正面交锋轻松得多。 最重点是,可以隐藏自己真正擅长的东西, 全力出手的话,难免会暴露出自己的战斗风格。 前面是分身? 那神灵惊怒,掌中长枪猛地超后刺杀, 枪尾有仿佛装饰的烈焰尾端, 此刻却仿佛化作蛟龙,撕扯天地灵气, 猛烈地刺穿了那被刺自己的存在, 脸上松了口气,玄机凝固。 背后的被刺者消散。 而全力一搏的神将此刻瞳孔收缩,抬起头。 看到那背着光的博物馆主神色温和, 眼底忧深,自己完全看不穿。 在交手的时候,自己一开始就落入他的设计。 猜错了,很遗憾。 你刚刚至少翻了三个错误。 一只手在下一刻捏碎了他的咽喉。 而后卫馆主直接烈焰神通, 天雷轰顶,扭曲天机, 然后一把火直接焚烧了, 骨灰都给扬了, 顺便再在骨灰上做了标记, 如果有谁过来的话, 就可以直接尾点打圆, 再割一波。 一边善后,一边吐槽。 这样水准的神将也敢派出来。 这样的脑子连他都不如, 在煮酒音那里恐怕是直接不及格。 还没见面,就被羊了。 在和煮酒音, 以及阿亮对局处于连一场都没有赢过的卫馆主, 对这个神将的脑子产生怀疑, 而在他反手, 把神将真邻居出来, 直接塞到自己清醒之梦里, 交给那帮老帮菜拷问之后, 看向了和图洛书。 和图洛书安静死寂, 仿佛就只是一块破烂石头。 却在以肉眼无法判断的速度缓缓挪移, 挪移像一个阵法的地方。 只要到那里, 只要到那里, 啪! 一只白皙修长的手掌直接按在和图洛书上面, 带着微笑的博物馆主腐身下来, 还有你, 待着, 我还是第一次知道, 和图洛书居然会说活, 稀罕, 真的是稀罕事情。 和图洛书毫无半点反应。 无情, 漠然, 高远。 仿佛刚刚魏冤隐蔽气息, 在外面听到的一切都不是他说的。 直到魏冤反手掏出一把行天斧, 和图洛书上文字和画面一乱, 先前那高远, 扩达的声音重新浮现。 嗨嗨, 没有想到居然被您发现了, 英俊万分, 天赋横溢, 绝世无双的管主啊, 您是在找我吗? 魏冤? 手里的行天斧微微转动, 道。 我还是比较喜欢你刚刚桀骜不逊的样子。 哪里哪里, 在您面前, 哪还有什么桀骜不逊, 只有老老实实的小洛呀? 魏冤嘴角抽了抽, 完全没有想到, 这个和图洛书那种高渺漠然, 洞穿一切的声音, 能够说出这样狗腿子的语气, 虽然来的时候, 就已经猜测, 毕竟是西王母收藏的, 或许比起其他的和图洛书, 颇有不同。 但是万万没想到, 居然这么个性。 不过这个您, 究竟是指的魏冤自己, 还是说这把白森森的行天斧? 魏冤富匪, 拎着斧头, 我问, 你答。 哎, 好嘞。 和图洛书, 可以孕育意识吗? 和图洛书迟疑了下, 道, 本来是不能的, 我们的本体远远超过了天才地宝这个概念, 无法诞生神石, 但是被拆分开之后, 全能概念大幅度降低, 反倒是符合了天才地宝的范畴, 能在机缘巧合之下生出灵质。 毕竟, 连山东大葱都能成妖怪, 石头里能出猴子, 我们没办法成妖, 也太奇怪了。 确实, 自古以来, 古物成妖的完全不在少数。 天才地宝里, 更是会诞生神志, 最顶尖的天才地宝和图洛书不能的画, 反倒太奇葩了。 魏冤突然想到, 既然说有石头妖怪, 有器物画妖, 不知道航母舰队能不能成精。 比如, 来个三千年的清淡经, 幸余, 或者钱。 魏冤收射住自己的杂念, 想了想, 询问了一个一直想要知道的问题。 和图洛书, 是谁拆分的? 这个机缘巧合之下诞生灵质的和图洛书沉默, 而后带着回忆过往的茫然道, 我们原本的本体, 乃是天地人之之一, 代表着天的浩瀚和对未来的把握, 和代表生灵的全知, 代表着大地脉络的洞察时分, 处于同一层次, 甚至于更高。 也因此, 全能太强, 不会诞生灵质。 有一天, 有个叫福西的男人和我说, 我们的力量太强大。 勘测未来, 奠定命运基石, 一旦被操控, 就相当于有人能自源头扭曲命运, 对于三界的危险太大了。 他胜赞我太危险, 太强大, 强大到整个世界, 没谁能阻止我的预测, 哪怕是他都在我推演的未来之中。 魏渊道, 然后呢? 何图洛书悠悠道, 然后他反手, 就把我拆了。 魏渊? 何图洛书邀灵尼难道, 他拆我的时候, 还说, 你看, 没料到吧? 看来何图洛书, 也不是全能的。 有漏洞, 就更容易被利用了。 不, 这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既视感? 难道说, 这种羽王鉴定术, 其实是福西鉴定术吗? 招式的渊源, 更古老了呀混蛋。 魏渊沉默了下, 转口问道, 那你刚刚为什么要跑? 他询问, 你刚刚, 以利益诱惑那神浆, 又偏偏给出苛刻的要求, 就是要他忍不住贪欲带你走吧。 以及, 之前展示给绝的未来里, 为什么我会死去? 何图洛书沉默。 而后在魏渊举起斧头的时候, 悠悠道, 当你预料了十万八千个未来, 足足八成的未来, 都会被接下来到来的一个家伙拆了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跑? 魏渊看了看自己的行天府, 毫无疑问, 这个在十万多个未来里面, 足足八成的可能性, 都会把何图洛书拆了的, 就是他, 尴尬道, 那, 不是还有两成吗? 何图洛书, 没有语气起伏, 剩下两成里, 分别被粉碎机粉碎, 神代冲压机冲撞, 被扔到恒星内核里断烧, 被劈碎后, 扔到时间裂系流放, 以及粉碎后, 扔到人间研究所, 进行材质锻造, 以及强度测试冲涩。 这位石碑之灵问道, 所以, 换作你的话, 你想不想要跑? 想不想报复下? 啊这, 确实。 魏渊嘴角抽了抽, 道, 那个人是我。 不然呢? 魏渊想了想, 手中的邢天府抵着地面, 道, 那么这样。 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 只要你确定回答了我, 那我就不批了你。 在邢天府的存在下, 何图洛书和魏渊达成了友好的共识, 主动愿意帮忙解答问题。 魏渊盘坐在青石上, 邢天府倚靠旁边, 道。 第一个问题, 西王母在哪里? 第0672章, 对不起了, 未来的我。 西王母的所在之地, 何图洛书分灵上流动的文字, 一下子凝固, 像是小学生突然拿到了哥德巴赫猜想, 并且要求你半小时内解出来, 否则不及格叫家长一样, 一时间有种憋屈和悲愤的感觉。 上面文字一点点地浮现出来, 可怜巴巴地压抑住了自己的憋屈, 礼貌认真地道。 免下您知道, 我是为什么会待在这里的吗? 当然就是被西王母那个暴力女人抓回来的呀。 如果我当初能够推演出西王母的所在之地, 那么我也就不会被西王母逮住。 同理, 我都被西王母抓住了, 我怎么可能会推演出她现在的位置? 说得好, 我都无法吐槽了。 但是吐槽无法吐槽, 这何尝不是一种吐槽? 喜欢看牛头人漫画的, 转去看纯爱, 这何尝不是一种NTR? 而把牛头人改变成纯爱漫画党的纯爱战士, 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牛头人? 我误了。 魏冤赋斐了一句, 旋即想到了自己在桃花园批的何图洛书。 那一块石碑就没有料到自己被批了。 看起来西王母搜集来的这一块何图洛书 比起其他的何图洛书, 权位更重点。 难道说是当年福西批了何图洛书以后 留下的比较大的那一块? 至少这块何图洛书 可以推演出十万多种和魏冤接触的死法。 只是无法推演西王母这个层次。 尤其另一点, 西王母现在在躲避开明兽, 开明又具备召见十方的神话概念。 西王母不想要被发现必须躲得严严实实的, 若是能躲得开开明兽, 那么自然也能避开何图洛书的把握。 跳出十方, 比起古典神话小说里面, 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更高。 不在天地三界, 不在四方五行, 不在生死之列, 不在过去未来。 真不知道是怎么藏匿的。 开明兽, 九双眼睛, 再加一只天眼, 一只心眼, 动见十方。 真的想要把这家伙的眼睛给戳下。 不过魏冤也猜到了, 这一块何图洛书无法推演西王母。 只是故意提出一个比较难的问题。 想了想, 道, 既然西王母不行的话, 那么我让你找一个人吧。 好, 好啊。 好的。 尊敬的英俊无比的勉下, 沙海小洛结成为你服务。 何图洛书分灵狂喜, 自信满满。 只要是人, 无论他在哪里, 无论他现在处于什么情况, 全部都在我的把握和编织之中, 我都能把他推演出来, 所以麻烦勉下您, 将您的行天符往下调整下角度。 另外, 请您把手往后拿一拿, 握在伏柄后面些。 刚刚您让行天符的角度上扬了三个度, 按照推演, 有超过七千次您都是用这一招逆斩苍蝇把我的四分之三角削下来的, 我怕。 何图洛书分灵耸得很彻底。 魏冤妈撒伏柄, 道, 可以, 但是你确定能找到他。 当然。 只要他是人族, 就没问题。 何图洛书自信满满。 好吧, 那气在哪里? 也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知道那是女娇假扮的, 我还是有些难受。 博物馆主叹息低语, 而后撒脱道, 大概是有些想他了。 既然想他, 就要把他找回来。 没问题。 何图洛书自信满满。 不就是气吗? 区区人族, 福西的末代后裔之一, 算什么? 何图洛书上飞快流动的文字开始变慢。 不在天地, 不在三界, 不在四方, 不在五行。 非生非死, 无生无死。 何图洛书看了看前面回忆固有的博物馆主, 如果他有人行, 现在早就已经瀑布汗了。 心一横, 直接动用权力, 寻找过去的气的残影, 都已经说好了, 只要是气就可以, 那过去的不也行。 他为自己的聪明才智, 而暗自欢呼一声。 旋即, 何图洛书之灵的思绪凝固。 没有, 没有, 连过去都不复存在, 那些存在在过往的身影, 已然消失不见, 真实借过去里, 那个懒洋洋的少年抬了抬头, 而后直接在过去这个概念里, 消散如烟, 只存在于某些人的记忆里。 现实的过往没有了气, 旋即寻着万千命运的轨迹寻找未来, 仍旧没有找到那人的身影。 何图洛书分灵, 被吓了一跳。 斩断过去, 放弃未来。 只是那八个字里面, 就已经有一股惨烈和决染的味道了。 这是个傻子吗? 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何图洛书不明白, 只是他看着眼前似乎看出来什么, 表情逐渐不渝的博物馆主, 明白自己很有可能再度迎来 行天府的附距离接触, 他不是受虐狂, 最终僵硬地倒。 这, 要不然, 免下您再问一个。 何图洛书语气甚至于哽咽了, 我, 我实在是找不到啊。 魏渊上上下下打量着何图洛书, 脸上的表情好像是在说, 就这, 就这。 这也是何图洛书。 何图洛书觉得自己受到了狠狠的一刀。 魏渊道, 算了, 那我现在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您说, 您说, 这一次一定没问题。 何图洛书连连保证。 魏渊道, 好, 那我问你, 雨的真灵被地骏关在大荒的哪个位置? 空气一时间都凝固了。 何图洛书, 地宇, 地骏, 大荒。 他语带茫然, 僵硬地看了看魏渊, 最后道, 要不然, 您还是把我拆了吧。 不带这么折磨人的呀。 何图洛书分铃, 几乎要泪奔了, 要不然就是批了我, 要么就是, 问我这些问题, 免下你是故意, 来找茬的事吗? 您非要批了, 我也没办法, 只是不要把我再拿去找恒星扔进去火化, 或者拿着山来当液压鸡砸我。 更不要把我放到研究所里。 魏渊谷怪道, 他们怎么对你了? 何图洛书咬牙切齿, 墨碎, 风化, 性质测试, 甚至于按照科学指导官, 直接重构了一门叫做神代材料学和超凡材料学的新学科。 这些, 这些其实我都可以忍, 毕竟我乃是石碑通灵, 不觉得痛苦。 但是, 但是, 何图洛书之灵突然出离的愤怒, 他们居然把我粉碎成土了。 你们甚至于想要把我拆了磨成粉末去种菜。 啊这, 那你可以种地吗? 可以。 急答, 甚至于可以种得很好。 那你很有用。 魏管主下意识给出了定义, 不过玄机意识到了一点, 眼前的何图洛书无法回答他说的那三个问题。 究其本质似乎是因为被福西拆分了, 导致实力大损, 眼前的只是残缺版本的残缺版本, 也就是说, 如果将其余的何图洛书和这一块融合, 是不是能从这里得到气, 得到雨的具体下落? 很有可能, 值得一试。 待会儿先带回清醒之梦, 让主九音试试看。 眼前的何图洛书分灵, 完全不知道自己会遭遇什么。 正当这个时候, 魏冤的耳畔传来了主九音略有低沉的声音, 神魂回来一趟。 魏冤微正, 从主九音的声音里面, 听到了过去几乎不存在的陈宁, 魏冤神色微变, 手持行天斧, 一缕真灵, 顿入清醒之梦。 从外面看起来, 这就像是他只是在闭目养神。 而因为行天斧, 在交涉上的显著作用, 和图洛书分灵挫败地呆在原地, 没有敢乱动。 魏冤眼前恍惚了下, 出现在了自己的清醒之梦里, 几个人族老祖宗, 一个个表情沉迷, 失去了往日的轻松愉快。 魏冤扫了一眼, 发现吃油放下了大熊猫花花的视频剪辑。 行天和轩缘, 还有行天的脑袋, 停止了三人斗地主。 魏冤意识到, 这事情可能比自己预料的还要严重。 发生了什么? 魏冤说, 这句话地上, 视线落在旁边, 刚刚还打算扛着和图洛书分灵跑路的神匠真灵此刻, 已经失去了意识, 脸上浮现出智慧的表情, 旁边煮酒音端着茶杯, 语气平静, 有没有发现这个神匠, 并没那么难对付。 是。 魏冤回忆刚刚的交锋, 无论是鸡变还是智谋, 都很一般。 主酒音道, 因为他根本不是开明的直属手下。 嗯? 魏冤惊恶? 主酒音闭了闭眼, 语气平淡, 大荒的超凡军队, 已经列阵在山海列席之外, 只是还没有出手, 目前是先头部队, 超过三万名超凡生灵, 这只是其中的一名校尾, 魏冤瞳孔收缩, 神将, 是石仪, 不对, 石仪被调走了, 是重。 魏冤反应过来, 他一直折服到了这个时候, 因为他知道石仪一定会阻止他, 所以一直忍耐到了石仪离开人间才动手。 主酒音汉手, 手掌微龙, 嗓音平淡道, 大荒之地, 数百倍乃至于千倍于人间, 大地之上有无数国度, 不只是人的国, 还有超凡生灵的国度, 这样的世界, 万年不曾断绝, 乃至于更长时间没有断绝过。 毫无疑问, 他们也有足够精彩绝艳的神将, 军阵谋略同样存在, 而且是现在人族缺乏的超凡战阵, 主酒音双目幽深, 以大荒军队辅助称天之神, 现在人间无一可敌对者。 魏冤心潮涌动, 看了一眼旁边几乎被彻底抽掉记忆画面的神将, 道, 你说是先头部队, 那么总体将会有多少超凡生物组成的军队出现在人间前方? 主酒音缓声道, 百万, 足以平推人间的力量。 哪怕是提前有所预料, 魏冤仍旧被这个数字所震撼, 超过百万的修行之势, 从山海烈系踏入人间界, 出现在和平的城市上空, 等等, 魏冤突然意识到山海烈系是因为之前穷奇和桃物的疯狂。 穷奇, 桃物, 也是因为开明的算计。 乃至于, 这最后的山海烈系也一样在他掌握之中。 魏冤呢喃, 主酒音缓声道, 桃物之所以会从人族的公主, 化作四兄之一, 是因为被穷奇救下, 爱上了这个自己从没有见过面帝叔叔, 最终逐渐发展到人间不容。 现在看来, 四兄之所以变成四兄, 或许, 和开明脱不了不联系。 魏冤沉默了下, 仿佛是自我安慰般道, 人间有足够的核武储备, 只要不是神将级别, 都无法免疫那种太阳级别的高温。 大量的冲击波将会在第一时间摧毁对人间兵器一所知的超凡战士, 哪怕是百万之重, 需要二十枚甚至于三十枚, 哪怕是一百枚核武, 也都在神州掌控之中。 朱九阴反问道, 神州会朝自己的城市释放核武吗? 魏冤思绪被打断。 当然不会, 当那帮超凡军队出现在人间的时候, 就代表着神州最大的力量被限制住, 对方的单兵素质更强, 对方也存在有超凡类的大型毁灭类法术神通, 最好的结果, 是和对面玉石俱焚。 魏冤脑海中下意识思考, 如果说百万大荒凶神出现在人间的惨烈模样, 不知为何, 突然意识到了和图洛书曾经看到的那个遍地狼藉毁灭的大劫未来。 最好的可能, 也只是我们和其玉石俱焚, 而开明授原本的目的, 很可能是打算在我们和共工交锋的时候突然出现, 以称天之神众为主将, 百万神代军队, 足以扭转战局, 坐收渔翁之力。 可同时对上我们和共工, 哪怕是他们也会惨烈无比。 开明他难道就不在乎自己的? 魏冤的声音戛然而止。 他终于意识到了关键。 主九音缓声道, 没错, 开明不在意这些损失, 因为损失的是大荒, 漠然无情, 却又把一切计算在手中, 他根本不在意损失, 悟求最后大事处于自己的掌握下, 是无欲则刚的境界。 一个绝对理智, 绝对无情, 又近乎于全知的谋略者。 这就是开明, 你的对手。 主九音语气平和, 你能看到他的本质之一, 看来至少这段时间有学到了些东西。 那么, 我且问你, 现在你该怎么做? 这个时候都要考试, 主九音, 真不愧是你。 你是哪个幼儿园的班主任吗? 魏冤勾了勾嘴角, 却半点都笑不出来, 沉默许久, 道, 制衡, 三足鼎立, 选择让贡公参战, 选择针对开明和昆仑布局, 尽可能地延缓这一战局的可能性, 如果可以的话, 通过和贡公的部分合作, 将战局推移到人间之外。 尤其这一次, 对方只是三万前军来了这里。 主九音亚然, 而后难得语气缓和下来, 看来还是有些脑子的。 人间是弱, 敌人是强, 本该如此。 是, 谋定而后动, 勿求保全自身, 立于不败之地。 这正是兵家谋算的风格。 魏冤吐出一口气, 而后看着主九音, 突然道, 但是你还忘记了最后一种做法。 主九音恶然, 什么? 博物馆主伸出手指指了指自己, 道, 三军可夺其器也, 匹夫不可夺制也, 不管是神代大荒的军队风格是怎么样的, 但是也逃不开以军队辅助主将, 以主将强化军队的风格, 所以, 想要逼退对方, 除去了军队, 还有斗将。 真正的目标, 根本不应该是敌军, 而是去杀了敌将。 魏冤台谋道, 现在三万先军, 就在人间列系之外。 斩其将, 夺其器, 这才是我该做的事情, 拜托你们了。 魏冤突然开口, 行天, 吃油, 轩缘突然大笑着抱起, 直接把主九音给拉住, 才说了魏冤有脑子的灰袍男子惊恶, 而后反手把他们关了小黑屋。 三人却只是放声大笑, 被关了小黑屋也得意洋洋, 隔空击掌。 魏冤直接趁机离开了清醒之梦, 等我回来给你做饭。 主九音, 你不应该对我放松警惕的。 忘记你眼眶了吗? 冤可不是那么老实的人。 挥袍男子咬牙切齿, 反手把好大一个锅扔给未来自己的魏冤真灵, 回到肉身。 心底咕弄一句, 对不起了, 未来的我。 看向何图洛书。 我要知道, 现在山海列系之外, 大荒军队前军的阵营。 好说, 好说。 何图洛书大喜。 而后相当狗腿子道, 免下您是打算对齐做后手吗? 我可是很有用的。 不, 不是后手。 五指微卧, 一柄战斧出现, 斧刃抵着地面, 人族战将最喜欢的坐骑伯龙出现在旁边, 低声思鸣, 行天斧变化形貌, 化作了一柄长柄冰刃, 魏冤翻身上马。 柏龙感受到凌冽的杀鸡, 下意识发出了隐隐暴虐的龙吟。 黑发已经到了脖子后面的魏冤, 将黑发扎起来。 骑成战马, 向何图洛书伸出手。 是人族战神, 亲自拜会一下大荒的三万军士。 要一起吗? 第0673章, 人族战神, 可不是传说。 人间, 山海裂系外, 在处于大荒和人间的缓冲带, 或者说, 这里直接就是大荒超凡生物联军聚集在人间裂系处的前行军, 真正的百万大军还在后面, 尚且没有真正进入这里。 整个军队处于驻扎状态, 各个地方都有蓝色的光柱升起, 化作足以抵御陨石正面冲击的防御法阵, 军中的迎债, 以符合地脉大阵的方式组合在一起, 哪怕是火山爆发, 也无法对其产生丝毫的干扰。 来自于大荒各个传说中国度的修行者们, 军容速整。 哪怕只是前行军, 但是被选拔来进行这个任务, 本来就已经是唯独精锐才有的资格和待遇, 这些军队曾经在大荒之中诛杀魔神一种, 本是各个国家的一线军队, 是受到天神征兆, 才汇聚起来。 在最中心的迎债里, 来自于西北天径十八个国度的名将们汇聚一起, 大军还有多少天才能过来? 约莫在半月之内了? 百万其至? 是, 这一次是帝君直接下了神令, 要率其精锐进入人间, 毕竟人间, 似乎直接关系到四方诸神之一的后土娘娘能否恢复全胜的关键, 帝君曾经承受后土之恩, 所以才要参战。 一名面容粗狂的将领回答, 但是对于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 这些都是在战场上摸爬滚打出来的各族名将是不会相信的, 当然, 表面上大家还是要装作我们认真赞同, 你说得对, 伟大帝君不会有错, 被地里的小心思谁也不知道, 那似乎是龙族出生的将领抹了把胡须, 道, 这一次的主将是谁? 是大荒十大名将之一的早齿。 早齿? 先前开口的将领惊愕, 他, 他不是。 对, 神将早齿, 和一战于兽华之也, 最终死于大义的剑矢下。 但是这位早齿, 是当年那神将转世, 又被帝君亲自点醒了过去的记忆, 一身实力, 在十七岁的时候, 就抵达了当年的巅峰, 亲自持枪, 参与各地之战, 以表复仇之念。 三万前行军的统帅低语, 我曾见过他。 神代之中, 传说唯独大义能使用的战功, 你们可知道。 那把射, 接下来的日子没有说出来, 就被旁边的人捂住嘴, 前者这才意识到, 自己身为大荒将领, 说出射日这两个字, 怕不是当场就要被神法给灭掉。 只好与带敬畏, 那把弓? 是。 主将低语, 早迟二十一岁的时候, 把那把弓直接拉断了。 大义的弓箭? 是, 帝君说, 他的实力已经超越了当年的义。 岁月流转, 后世众生之中, 必然会诞生超过过去英雄的存在, 这是一个常理, 风流人物, 代代都会有, 否则的话, 整个三界大荒, 昆仑人间, 岂不是一天一天走下坡路? 他才是这一次真正的统帅, 称天之神众, 是作为战将参战的。 超越大义, 众人彼此对视, 呢难自语。 超越大义的神将早耻, 以及, 称天之神众, 统帅足以猎杀神魔的百万雄兵, 目的只是踏入人间, 参与和昆仑, 和水神共攻的一场角逐, 他们隐隐然已经有所感觉, 自己或许正是下一个传说时代的开端。 也因此, 心中莫名浮现出了一种壮阔感。 早耻将军, 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回来? 那龙族战将询问道, 以他的速度, 前世就能够和大义一对一在荒野决战, 最后是因为他手持长矛和盾牌, 灵活度输给大义, 才战死的。 但是能够和那个大义交锋, 也代表着他速度绝对很快才对。 主将迟疑了下, 道, 既然已经到了这里, 那么和你们说说也无妨, 你们可知道, 我们这一次的敌人, 轩辕后裔, 炎黄不足, 当年之所以能够生生杀出了人黄威名, 是怎么来的吗? 是两个, 一则为战神, 二则为神器。 早耻将军正在运送的, 就是神器。 神器? 什么神器? 轩辕剑, 还是说什么? 那主将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道, 你们可知道, 当年中原四兄之一的, 桃雾战死的事情。 当然知道, 只是可惜, 这桃雾居然鲁莽到了离开地之四级, 结果死在那儿了。 你说, 这个做什么? 旁边一将领反问, 哼, 要运送的, 就是杀死桃雾的神器, 或者说, 炎黄不足现在的神兵。 主将语气断然, 道, 桃雾之战, 就是那位开明卖给我们大荒的一个人情, 桃雾之所以会选择离开自己的驻地, 以失去神话概念的方式去战斗, 也是因为开明尊神的计策。 而目的, 就是逼迫人族使出他们最强的武器。 什么? 那一战的时候, 我大荒将那叫做核武的兵器如何发挥效果全部看在眼底, 并且以天机还原, 加强, 人族的材质确实可怕, 但是他们本身太弱, 神可以忽略他们所忌惮的那些安全当量, 完成他们无法完成的实验。 而现在, 是以金乌之羽为原材料, 诞生的坍塌大日, 足以在一息之内, 诞生超过原本人族兵器百倍的威能, 这威能太大, 甚至于足以对神灵产生威胁, 所以需要早此将军运送。 我们的战法, 根本不是亲自入局。 主将手中的兵器猛地抵着人间界地图, 道, 而是直接将那加持过人间兵器原理的金乌之羽, 洒入人间, 让人间同时被十轮大日轰炸, 直接中窗刚刚突破封印的贡攻, 再度开启如万年前波涛汹涌的大局。 人在反向破解神的概念, 而神也早已开始洞察人的神兵。 自古如此, 众将新朝起伏, 其中那龙族将领道。 这样说起来的话, 那么那位开明尊者。 主将迟疑了下, 想到那温和微笑的神灵, 还是摇了摇头, 语气忌惮道, 开明神洞察十方, 那种兵器, 恐怕他手中也已掌握, 毕竟, 这兵器的作用模式, 就是他卖给我们的人情。 若非如此, 一无所知的我们, 怕是会吃一个大亏。 只是, 人间是单纯的技术。 我等是以九位殿下的退语为基础, 引动大日神力, 然后完成更强的能量爆发。 至于昆仑, 我也不知那位开明会怎么开发掌握, 龙族战将新潮澎湃, 而后迟疑道, 既然说神器已有了, 那战神呢? 人族的战神传说, 可是哪怕过去了足足五千年, 都没有彻底消失啊。 至于战神, 要我说, 完全可以当作。 那主将语气顿了顿, 道, 放屁! 什么? 其余名将都有些惊恶。 而那主将语气平静, 右手笼罩着手中的战舰剑柄, 道, 你我都是从战场上厮杀出来的, 也都知道, 战场之上, 兵戈煞气, 杀鸡地脉, 甚至于参与战阵的修士实力, 这些才是左右身负的关键。 主将所需要做的, 是控制着煞气, 和天地气脉融合。 化作战魂和虚神, 继而反向, 强化了兵士的战力。 自古以来五千年, 从没有正面突破这些, 靠着自己一个人去立下不识功勋的人, 胜利必须要凝聚一切的力量才对。 那蚩尤, 大义, 还有邢天这些? 哼, 你又什么时候见过他们了? 主将道, 传闻中, 蚩尤有八十一个兄弟, 每一个兄弟都代表着一个氏族, 炎黄一脉, 更是把人族最初的部落凝聚成为了国家, 要我看, 这恐怕所谓的战神之名, 也就是, 他们率领军队不断征伐, 而后将军队的战功, 都归于一个人身上。 他伸出手指了指周围的诸多将领, 道, 比如, 蚩尤九黎八十一个部族, 率领数十万四处征伐, 立下了赫赫战功, 而却又将这个战功全部归功到了蚩尤一个人身上, 这不就塑造出了一个仿佛神话的传说? 龙族战将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主将道, 哼, 只是障眼法而已, 是为了给那个时代孱弱的人族一个念想, 作为人族的旗帜宣传的而已, 那些没有什么眼力尽的家伙相信了, 你我都是战场上历练出的, 怎么也信这个? 来, 诸位今日休息, 等到明天。 外面传来了吵杂的声音, 正在吃喝的诸多将领皱眉不渝, 道, 这个时候, 早就应该要休息了, 居然连隔音阵法都有些隔绝不了, 军法官要好好得吃点鞭子了。 他站起身来, 提起那柄花纹大斧, 迈步走出去, 眼底散发赤金, 才伸出手触碰到营帐。 哗啦! 营帐垂落下的门被猛烈的气浪 逆着冲撞席卷, 一道森冷的辅光猛地逆着扬起, 名笑的战俘直接将那龙族战将的手脊斩下, 身穿铠甲的身躯, 住立在哪里, 死不瞑目的手脊已经被热血冲撞飞起。 一瞬死寂, 这主营营寨之中的猪将都下意识拔出兵器, 其中主将怒道, 来者何人? 赤色的伯龙人立而起, 已经有足足三米之高, 斯明之声, 骑在战马之上的男子右手行天斧微卧, 身上有伤势, 但是这些伤势却似乎只是让他的气势更为爆裂, 赤色的火光爆起, 主将视线掠过此人, 看向其身后。 可恶, 军营阵法怎么会? 瞳孔收缩, 失去了思考能力。 夜幕之中, 阵法流光化作碎片, 其背后的营寨里出现了一条畅通无阻的道路, 四处血色, 已经断裂的兵戈, 足足十里的军营营寨, 被一人凿穿, 处处都是身银声, 只是被隔音阵法阻拦, 没有被察觉。 那种一人凿穿军队的惨烈气势, 几乎是扑面而来。 近乎千人的修士手持兵器, 已经呈现一个包围圈的模样围绕着, 但是隔着足足三十步, 没有任何人敢于上前半步, 站马平静步步往前, 身后的修士精锐门亦不亦去, 眼底惊恐。 主将脑子一猛, 脑海中下意识浮现出一行文字。 摇乃使一珠早始于愁华之也, 沙九英于凶水之上, 脚大风于青秋之则, 上射时日, 而下沙亚雨, 断修蛇于洞庭, 秦风夕于桑林。 人族, 战神! 这不是传说吗? 这是传说才对啊! 战马长思鸣, 握着战斧的手掌上流下些鲜血, 声音漠然。 炎黄, 魏冤! 主将心潮澎湃, 从崖凤里挤出声音, 战神! 你猜! 反手, 邢天府划出爆裂的痕迹, 狠狠地砸下。 啪! 棋子落下, 整个棋盘上的棋子都振战了好几下。 你输了! 武安君语气平淡愉快。 楚霸王的右手握着棋子, 打磨光滑的棋子硬生生被捏碎化作鸡粉。 现在四大名将的棋局排行榜, 西楚霸王仍旧是垫底的, 而第一名居然不是武安君, 而是大汉寿庭侯武圣关羽。 某独春秋的。 关云长抚须, 语气平淡。 向洪宇对于关云长没有什么感觉。 反倒是那边武安君嘴角微微勾起的一丝微笑, 就刷一下把新火撩拨起来, 恨不得当场来一把全武行, 少年某主微笑着推荐给了他们一个新的游戏方式。 既然觉得下棋不够有意思, 那么不如打打游戏? 这是亮从行动组那里讨来的游戏, 当然, 已经全神州发行有一段时间了, 模拟将领带兵战斗, 颇为写实, 虽然只能运用一些简单的战略, 但是也比起棋子来得有趣味。 上了火气的几名名将, 毫无迟疑。 直接注册账号, 打开游戏。 古代军略类型的游戏, 这帮老帮菜直接注册自己的名字。 大秦武安君, 西楚霸王, 大魏张文远, 大汉关云长。 先是下棋, 而后模拟军略的交锋。 军略的交锋肯定无法满足他们, 只会让他们心底越发躁动。 那个时候再放出去, 便是主将求战, 故而锋芒毕露。 少年某主心中自语, 这当然不是什么高明的计策。 若是只有一个名将, 甚至于不会有效果。 但是很遗憾, 这里有四个名将, 彼此本来就隐隐有争斗之心, 稍微一撩拨, 就立刻自己争起来了。 毕竟, 男人都是经不起挑衅的生物。 名将更是, 自古名将, 无不刚而自禁。 云长如果不傲的话, 也就不是云长了。 所以, 这计策反倒很顺利, 阿亮看着这些老杀财门注册账号, 而后武安军提议, 一人一个方向, 嗯? 这里居然有个人等着, 是所谓围剿新兵的玩家。 兵力比较多。 这游戏, 也有不少的规则限制发挥。 这一次, 我们四人联手。 四位名将审视夺事之后, 决定这一次联手。 关云长看了一眼对面的账号, 念出来, 龙虎超神, 寂寞无敌。 呵! 居然比关某还能装逼, 削了你! 向洪宇道, 看谁的杀敌数字最多。 张文远道, 上善! 龙虎超神, 寂寞无敌, VS五安军, 汉寿亭侯, 张文远, 楚霸王。 战役, 开始。 而阿亮看着战局, 这边的进度一切照常, 白泽现在主动工作的心极为赤裂, 已经开始从每天八小时转变为主动996, 反倒是阿亮的劝他休息下, 只是这边虽然顺利, 他心底还是有些担忧外出的未冤, 旋即又有些头痛, 那位冠军侯的阵法正在布置, 很快就可以拉回来。 但是有一个问题, 那个冠军侯的性格, 可能, 比较毛躁。 希望不要是把17岁时候的冠军侯拉出来。 真撒手墨汁Plus强化版本。 卫大将军说你就在旁观晃有晃有看着, 多看多学。 好累就。 当时答应得好好的。 第二天, 转眼就失联了的那种。 那个最桀骜不逊, 也是最锋芒毕露时期的获去病, 性格恐怕, 算了, 不管了。 让阿渊头痛去。 少年某主顺手甩锅, 转而看向花店, 见到鹅黄女鹰和诸多水神暂且离去, 想了想, 推开了花店的门, 绝亚一抬头, 少年某主嗓音温和, 与善清摇, 道, 方便聊一下吗? 他的声音顿了顿, 道。 扫夫人。 第0674章, 战神, 但是是屠山市。 花店里面, 少年某主一开口, 就是重量级的话语。 只是那位天女, 却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异壮, 眼瞳微脸, 只是擒着平淡微笑, 邀请某主进入。 阿亮坐在待客的沙发上, 有种计谋落空的感觉, 这位爵姑娘的反应略有超过她的预料。 少年某主在心底里, 把天女爵的情报修正了一遍。 看来不是不善应对这些事情, 而是面对特殊人的时候, 才会表露出稚嫩的一面。 功高防低, 限定版本, 看来只有阿渊, 持有对天女特工啊。 少年某主沈笑一声, 那边神色清冷平淡的少女, 语气温和, 如同对待自己弟弟一样, 道, 喝点什么? 咖啡还是茶? 红茶, 有劳? 而当少年某主端起茶杯, 喝了口茶, 感觉到红茶里面的富裕花香, 以及那种几乎是瞬间碾压之前, 喝过所有茶的口感香气, 微微一正, 看向前面那位端庄美好, 具备神性气质的少女, 而后意识到, 自己的话语并不是完全没有效果。 虽然没有如同阿渊那样产生破防暴击, 但是却让这少女的心情显著上升, 表面上不说什么, 可是七的茶却直接抵达世界级别, 少年某主沉思, 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位福特家娘娘说的, 口贤体正直, 表面上没有什么异状, 心里面已经开心到, 转圈圈冒泡泡的那种, 嘴甜也是有好处的呀, 和嫂子打好关系, 有饭吃。 阿亮自我调侃了下, 嘴角浮现微笑, 决道, 所以, 你来试。 哦, 这个呀, 亮先前看鹅黄女鹰两位娘娘, 还有那些水神们暂且离去了, 所以有些好奇, 应该是和爵姑娘你达成了什么协议, 如果方便的话, 可以和亮说说吗? 天女想了想, 知道眼前这个少年的可靠, 道, 确实, 那些水神们, 被劝说之后, 都不愿意加入贡公的阵营, 也不愿意和人间为敌, 所以希望能够和昆仑这边联手, 希望得到我们的庇护, 毕竟, 面对的是水神贡公, 那位的实力, 以及对于水脉的操控, 远不是寻常的水系神灵所能比拟的。 他将刚刚的事情说了一遍, 阿亮安静听着, 茶水渐渐变凉, 雨善微摇, 道, 所以说, 是希望爵姑娘你代表昆仑, 庇护他们是吗? 那么, 荣亮问一句, 少年某主声音顿了顿, 道, 那些水神, 愿意付出什么呢? 天女神色微正, 雨善清摇, 少年道, 庇护他们, 将会直接面对水神贡公的怒火, 而不庇护他们, 他们在贡公阵营, 对于贡公的实力, 也没有多少的增加, 也就是说, 拒绝他们对局势没什么影响, 而接纳他们, 则是会惹来祸患, 虽然有千金买马骨的典故, 但是, 马骨毕竟也是落入我之手中, 可以庇护, 但是对方, 也必须要为获得庇护付出代价, 这当然是对名声有爱, 但是, 现在人间可不是说为了名声而吃闷亏的时候, 当年羽王治水, 也是在屠山会蒙, 山神水神听从调遣的, 阿亮你的意思是, 同盟? 飞也, 少年语气平静, 道, 要亮说, 绝姑娘, 你和阿渊, 甚至于其余所有昆仑山神, 水神的思路, 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诸位, 既然想要听的话, 不如光明正大的出来, 没必要藏在一侧, 声音落下, 神性气机涌动, 一道道身影, 自虚空浮现, 眼见被察觉, 太弃山神, 前来山神, 宠物山主, 水神长城, 以及另外数名山神水神, 都骑骑出来, 这屋子里一瞬就略有拥堵, 老山主微微一礼, 道, 小阿亮得罪, 得罪, 我等并非有一旁听, 至于阿亮你先前所说, 呵, 不可轻易接纳那些水神, 我们也考虑过了, 我等的打算, 也是和其成为攻守护助的同盟, 但是小兄弟你之前所说, 我们的思路一直是错的, 老夫可不能装作听不到, 外面有人骑着车从老街走过, 阳光从玻璃上流淌进来, 落在少年的身上, 少年羽扇微摇, 前面天女坐于中央, 老山主一侧拄着龙头杖, 背后太弃山神威鹅, 西山界第一五神前来山神气质爆裂, 其余诸多山神水神簇拥着天女, 气势强横, 藏于阴影之中, 太山山神也在其中, 一侧是庶名顶尖的山神, 一侧只是相对而言几乎手无腹肌之力的少年谋主, 武侯齐谋, 个人战力也极不错, 但是相比起这些能扛山而走, 转瞬将千丈高峰直接砸下的古代天神, 太山山主比起来, 他个人的实力几乎不值一提, 但是此刻, 气机上居然丝毫不落下风, 前来山神大笑道, 没有想到, 你小子实力也颇为不俗, 居然能察觉我等, 少年某主喝了口微凉下的茶, 沈笑道, 亮可没有察觉, 毕竟我实力寻常, 众皆愕然, 但是, 这些事情, 并不需要用修为, 亮便可知道了, 我又不是阿渊, 少年指了指自己的眉心, 只需要简单的观察, 判断, 兵法基础, 便是轨道, 实则虚之, 虚则实之, 亮虽不才, 君阵之上的判断, 也能运用于平日的, 不才, 宠物山主一时间不知道怎么接话, 只是态度稍微郑重了些, 转口缓声道, 你刚刚说, 我们的思路是错的, 不如说说看, 小兄弟你的见解, 也好叫, 我们这些老家伙们, 看看你这年轻人的思路, 毕竟年轻人脑子活络, 亮死的时候, 都已经五十多了好吧, 少年心底吐槽, 不过一方面, 自己现在完全是以少年时的状态复苏, 未来的那些经历, 竟仿佛一场模糊的南洋之梦, 另外一方面, 五十多岁和这帮五千年以上的家伙比, 确实是年轻, 也难怪他们不服气, 少年嗓音温和, 道, 见解说不上, 只是亮有几个问题, 心底不是很了解, 诸位可曾见过西王母, 开明, 陆无三位的过去, 老山主摇了摇头, 道, 这, 哪怕是老朽也不知道, 那几位的过去, 太过遥远了, 我们是后来被征召为昆仑神系的, 阿亮道, 原来如此, 那么, 亮猜猜看, 诸位, 还有阿渊想要尝试同盟的原因, 是打算进一步地提升自己, 在山神水神体系当中的影响力, 让那位开明, 不得不正视你们的存在, 所谓反客为主之计策, 为人驱使者为奴, 为人尊处者为客, 同盟是第一步, 目的是从被开明受单纯驱使的境况里走出来, 成为昆仑需要郑重看待的客人, 第二步, 需诚系, 找到开明的破绽, 加大自己在昆仑体系的影响力, 第三步, 需插足, 声望足够之后, 便要开始慢慢发布一些命令, 从小事开始, 一步步加大自己同盟的影响力, 直到真正能够影响到了昆仑的主要走向, 这便是第四步, 手握天机, 反客为主, 这正是反客为主的计策, 虽然在现实已经是一个普通的成语, 但是这其实是一整个完整战略的排布, 诸位的打算, 大概是这样吧, 少年某主, 语气温和, 太气山神神色威宁, 前来山神脸色捧不住, 甘笑道, 是, 是啊, 哈哈, 我们就是这么想的, 对, 没错, 山神, 绝不会睁眼说瞎话的, 所以, 他一边爽朗大笑, 一边闭上眼睛, 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一步, 他们只是打算通过结盟增大自己的影响力, 让开明不会轻易动他们, 怎么会有人在还没有结盟的时候, 直接预料到四步之后的计策, 而且, 这一整套计策几乎是绝对可行的, 最终目标是直接把开明曲而代制, 这就是人间十折, 而且还只是在隔壁看着这边的交流, 就推测出了这么多, 这, 十折, 十折全部都TMD, 是怪物吗? 就如同主九音所说, 这白衣某主最大的破绽之一, 性格温和, 而不软弱, 具备有人类一切美好的品德和高尚的情操, 为家为国, 外貌俊美, 琴棋书画全部青史留名, 墨家机关术千载之后还在传承, 诸葛连弩是神州古典机关兵器的巅峰, 牧牛刘马更是无数兵家眼馋到流口水的好东西, 随便做的小玩具孔明灯, 孔明锁都是后世经典玩具, 写点家书就被书胜收藏, 做个饭菜都是神州北方千余年的主食, 为了避毒账就成为了云颠茶组, 从兵家, 儒家, 墨家, 到秦奇书画, 诸多杂技, 治国外交律法, 真正概念上的全方位六边形战士, 连感情上都是没有一丝绯闻的纯爱战神, 唯一被狂喷的黑点就是你特么把事情都自己干了, 自己早死还让纪汉人才青黄不接, 专断独权, 你不看正史你都不肯相信这个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完美的男人, 所以这么完美的武侯当然具备有一己之心夺人之心的宽宏大量, 但是, 他错就错在认为别人至少能跟着自己的脑回路一起跑高速, 往往出现了一回头, 啪, 队友没了的惨烈局面, 世界上, 似乎也只有阿渊能让他稍微顾忌一下, 大脑在高速奔跑的时候时不时得回头看看, 阿渊是不是又掉队了, 而他刚刚所说的话, 仔细琢磨, 甚至于可能会被人觉得是在嘲讽, 就像是你考完是考了59分, 一个家伙拿出一张满分试卷, 微笑着说, 来, 让我看看你的, 你一定也是这么做题的吧, 和我的分数一样对吧, 这不是挑衅是什么? 雪表之中的雪表, 茶味浓郁, 老山主倒是性情宽厚, 琢磨了下这结盟之策的完整, 已经是心中叹为观止, 而更让他心中震动的是, 眼前的少年谋主说, 这计策是错的, 神色凝质, 道, 那么, 小先生说我们是错的, 雨扇微尧, 遮掩面容, 少年嗓音平淡, 结盟之策的基础, 是开明真的会因为你们的实力提升, 化作同盟, 而不对你们出手, 但是, 真的如此吗? 他眼底忧伸, 右手雨扇, 左手面不改色, 给自己倒茶, 缓声道, 你们, 绝姑娘, 甚至于阿渊, 都默认了, 昆仑三神之间的关系, 其实没有那么糟糕, 他们之间是有几千年的交情的, 所以, 才会对开明对西王母动手而不解, 但是, 如果说, 换一个想法呢? 并非是三方合力, 以支撑昆仑, 少年谋主雨扇横扫, 而后指着绝, 嗓音断然, 将一纸笼罩在众人大思路上的黑暗雾气给搅碎, 而是, 本就彼此征伐, 三足鼎立, 过儿, 亮说, 你们一开始, 思路就是错的, 轰擦, 大荒和人间的缓冲带之中, 那位主将手中的御剑撕扯出明亮流光, 具备有撕开山海般的威力, 转眼和那自称未冤的男子换招, 他也是一国顶尖的高手, 实力之强, 独步一片天地, 见到魏冤掌中行天府, 朝着要害杂落, 这主将心敌也腾起一种惨烈决然, 不顾不避, 往这人心口刺去, 既是顶尖高手, 自然知道这个时候, 迟一一撕, 便是必死, 唯独死中求生, 他重新拥有了, 自一届小兵成长起来, 把性命寄托于剑上的豪迈, 对面的战俘沉重, 自己会胜利, 他掌中的剑果然刺入心脏, 主将大喜, 而后就听到咔嚓一声, 自己的神兵御剑居然寸寸崩碎, 化作鸡粉, 他看到那家伙, 心口哪儿居然有一座变小的石碑, 自己的御剑连一丝划痕都没有留下, 反倒是那石碑大叫起来, 打呀, 有本事打呀, 吃饭了没, 来呀, 打呀, 没吃饭啊, 被算计了, 主将神色凝固, 那石碑坚硬无比, 仿佛世界上只有几种巅峰神兵才可能劈碎, 导致他身体出现僵直, 而就在这个时候, 刚刚似乎比自己还慢得战俘猛烈加速, 他故意的, 主将怒吼, 手急被劈斩下来, 鲜血淋漓, 刺激得薄龙长啸, 而未冤吐出一口浊气, 至此, 三万先锋军的全部将领, 效尾皆死, 那主将真灵强大, 被行天俯批了, 还处于完整阶段, 咬牙道, 你就算是击溃我等, 又有什么用? 他放声大笑, 此乃是阳谋, 堂堂正正, 而等必败, 必败? 你个莽夫, 莽夫啊! 是吗? 那位战神左手掏了掏, 手里多出一个奇怪的装置, 按了下, 白色如同笔一样的装置上, 有蓝色的光闪动着, 而后, 熟悉的嗓音从里面念出来, 我们的战法, 根本不是亲自入局, 而是直接将那加持过人间兵器原理的金屋之鱼, 洒入人间, 让人间同时被十轮大日轰炸, 直接中窗刚刚突破封印的贡公, 再度开启如万年前波涛汹涌的大局, 主将真灵的神色缓缓凝固, 魏渊微笑道, 我们家的好传统可不能丢掉, 对了, 这个可是新版本的录音笔, 有剪接功能呢, 否则的话, 贡公那种傲慢的性格肯定不会搭理我, 不过, 现在就不一样了, 嗯, 选择战神关键词和贡公关键词, 进行音频替换, 他稍微操作了下, 录音笔里面传出来了熟悉的声音, 那贡公呢? 人族的贡公传说, 可是哪怕过去了足足五千年都没有彻底消失啊? 至于贡公, 要我说, 完全可以当作 放屁! 声音里面的那种傲慢, 自信, 不屑完全表露出来, 那主将神色呆滞, 而后真灵剧烈波动起来, 惊恐咆哮, 你算计我, 魏冤抛了抛录音笔, 所谓言多必失, 没想到, 神舟饭圈那帮家伙断章取义的手法, 居然还能在这里派上用场, 青年把录音笔收起来, 而后在主将真灵目自欲裂的注视下, 优雅攻身, 右手轻拂心口一礼, 黑发扎成马尾, 温和道, 自我介绍下, 魏冤, 魏姓, 涂山市, 眼看着那真灵不甘心地溃散, 魏冤五指微握, 将那真灵握住, 深深吸了口气, 接下来, 得去面对竹九音了, 想到那灰袍男子, 魏冤嘴角抽了抽, 心底自嘲, 过去的我, 你究竟做了什么呀? 第0675章, 你快回来, 我一人支撑不来, 只要一想起先前清醒之梦中, 自己暗算了竹九音一把, 魏冤就觉得有点怂, 啊不, 从心, 他都不知道那灰袍男子, 现在会愤怒成什么样子, 视线扫过, 这满是血腥气的迎债, 五指微卧, 此地这些将领即将要崩溃的真灵被暂且稳住, 准备待会儿带给竹九音, 这里十多名武将, 其实实力都相当不错, 毕竟能够被挑选来编入先锋军, 那都是一等一的猛将, 只是这些猛将此刻却全部都是一招斩首, 死不瞑目, 和图洛书放声嘲讽, 来啊, 再来啊, 没吃饱饭是吧? 就你们那点力气, 给洛爷爷我搓澡都搓不下一点老你来, 抛光的人都比你们力气大, 各种挑衅的声音换着反的来, 完全没有一句话重复的, 魏渊怀疑, 如果愿意的话, 和图洛书可以洞察天下一切骂人的话, 不, 理论上, 他确实是可以做到的, 只是这声音实在是太吵了, 魏渊皱了皱眉, 那边和图洛书瞬间变化语气, 阿我英俊万分, 才高八斗气宇宣扬的博物馆主, 您有什么吩咐吗? 卑微的小落前程为您服务, 魏渊, 装备, 魏渊斧曾用名, 邢天斧JPG, 描述, 文官专属, 交流利器, 特效, 只要你手持这把刃口比脖子粗的大斧头, 任何有灵性的生物都会编得异常的好交流, 让你做回自己, 撒爽文官, 魏渊心中默默吐槽, 原来如此, 邢天斧才是文官表率, 不过, 和图洛书十杯分铃, 确实是他一路闯进来最大的帮助, 一方面是, 和图洛书虽然算不到西王母, 算不到气, 雨, 但是, 作为曾经具备编织命运能力的顶尖至宝, 哪怕是分铃, 即使演算出这一座巨大军阵的安全通道, 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魏渊简直就相当于是拿了这军队阵法的后门钥匙, 然后一路杀进来, 报了这三万前锋军的菊花, 这一座阵法对他毫无作用, 另一方面, 则是对敌, 他的实力虽然强大, 但是还没有对这帮家伙造成碾压局, 能赢, 但是没法秒杀, 于是, 魏某人把和图洛书缩小后当了护心境, 战俘猛烈重批, 只要是个合格的将领高手, 都会选择直线距离更短的心口刺杀, 以死换死, 而众所周知, 和图洛书的正版, 虽然耸了点, 但是再怎么样也是正品, 按照神州上古鉴定术, 都是一般来说绝对不会被劈碎的那种, 只有行天府这种级别的兵器才能把它弄碎了, 所以这帮家伙的兵器击中了和图洛书后, 就全部被镇碎了, 魏渊反手一斧头, 全部都是一招斩首, 塑造出了碾压的外在表现, 至于会不会接错, 这可是和图洛书牌的护心镜啊, 天生自带验算天机, 百分百阵刀的被动技能, 而且是只有伏锡和行天府宣元剑这种级别的兵器能劈碎的硬堵, 其他兵器来一个碎一个, 来一对碎一双, 魏渊翻身上马, 手中的行天府撩开帘子, 前面先锋军的精锐, 看到那些被击杀的将领尸体, 士气终于溃败, 在魏渊反手将主将的手脊扔过去后, 就连最精锐的卫士都控制不住战力, 转身奔逃, 魏渊骑在薄龙马上, 看着这军队滑遍, 被绑在身上的和图洛书相当狗腿子地道, 气宇宣扬的管主大人, 您需要我寻找到这些军队溃散后的位置吗? 不用了! 魏渊扯了扯嘴角, 深刻怀疑这和图洛书 是因为之前被魏某人批碎了十万八千次, 所以下意识认为他是个杀戮成性的狂魔, 是个没事就拎着行天府, 砍天砍地的杀神。 这就叫做是主观性的误会了。 魏渊墓送着这些军队溃散, 三万先锋军, 哪怕尽数杀死, 对于百万以上的超凡军队来说, 战斗力的降低也是微乎其微, 但是如果让这些先锋军溃逃回去, 那么魏渊丹人独气杀穿了军营, 并且将先锋军主将全部斩杀的消息和情报, 就能在后方产生巨大冲击, 对士气上的负面影响, 要比这三万超凡修士全部留下来更难。 不过, 百万超凡军, 如果能够摸清楚大荒军队的风格, 再加上这些超凡修士军队对于人间的轻蔑之心, 其活了, 完全符合武安军的针对范围, 低于三十万的单子不接, 这不就来了? 魏渊摇了摇头, 驱驰站马奔走, 本来想要直接回到人间再说, 可是感知到那真灵的逐渐溃散, 只好寻找到了一处隐蔽的地方, 不下了阵法, 面色稍白了些, 单人冲振这种事情, 做多了容易被煞气反噬。 不过魏渊自己已经算是半个山神, 煞气反噬的干扰会被压低。 毕竟煞气再牛, 也没法对石头产生什么威胁。 能让山神崩溃死亡的, 唯独风化的力量。 魏渊握住那些真灵, 想了想, 把和图洛书石碑也扣住, 和图洛书石碑分灵声音欢快道, 强大威严的博物馆主, 能容许您卑微的小洛问一句吗? 咱们这是去哪里? 魏渊嘴角抽了抽, 去带着礼物赔礼道歉。 哦, 赔礼道歉, 是该带着礼物。 和图洛书分灵赞同。 和图洛书声音顿了顿, 那么, 容我冒昧, 伟大的博物馆主, 咱们的礼物在哪里? 魏渊沉默。 博物馆主笑摸和图洛书狗头, 笑而不言。 和图洛书分灵? 不! 我为馆主你挡过刀, 我为馆主立过功。 免下你不能这样对。 不等和图洛书分灵, 再度泪奔。 魏渊直接双目微臂, 鼓足勇气, 前往了清醒之梦中。 三足鼎立。 老街花店, 昆仑山神和水神们神色凝滞。 少年某主喝了口茶, 觉得那种富裕的花香和红茶的味道配合得恰到好处。 如果再搭配上阿渊的梅花糕之类的, 简直太美妙了。 决定了, 往后事情结束后, 就在他们家旁边开一家教古琴的教室, 天天去蹭饭。 就是可能没什么名气。 来学琴的人不多。 宠武老山主道, 小先生你说, 是三足鼎立, 恐是一面之词。 阿亮笑着道, 当然, 当年的事情太过于古老遥远, 连老山主你都不知道, 何况是亮, 但是我仍旧认为, 只要一件事情发生了, 那么就一定会留下各种蛛丝马迹。 他顺势给自己倒茶, 道, 三句话。 只要老山主在听完亮三句话之后, 仍旧觉得我没有道理, 那么亮转身便走, 少年某主想到了最近看到的那个所谓, 精通人性的女讲师, 被自己逗笑了下。 老山主道, 小先生请说, 少年轻咬与善, 第一, 陆无神将自己的力量分化, 化作为卧虎令投入人间, 而卧虎令崩溃损坏的时间节点, 恰巧就是耕臣被十二元臣在昆仑暗算的时候, 正是唐代时间, 是虚假的大劫宣传处的时候, 这个时间着实是巧妙。 第二, 在分裂山海的时候, 西王母选择来到人间, 始终游利于天下布局, 连自己的昆仑玉山那一部分都搬来了人间, 居然没有在灵气和宝物更丰富的大荒。 太气山神反驳道, 这只是因为当年的事情, 三位大神之间伸出了嫌隙。 也因此, 娘娘才选择了离开大荒和昆仑山海。 阿亮点了点头, 道, 原来如此。 太气山神所说, 是当年绝姑娘盗取不死花, 给阿渊续命的事情。 太气山神道, 正是。 少年某主伸出第三根手指, 笑道。 巧了, 这正是亮要说的第三件事, 也是亮这几天来, 百思不得其解, 始终想不明白的一个问题。 照见十方, 知过去未来, 小天帝四方, 见生死岁月的开明。 居然没能察觉到, 当时尚且年幼的绝姑娘, 去了天之远谱。 不但没有察觉到, 还让绝姑娘, 轻而易举地, 将那不死花盗取下山吗? 仿佛一声雷震, 众多山神一时死寂。 宠物山主呢喃, 这, 这。 照见十方, 几乎知道一切事情的开明, 那位始终不曾踏出九重天门的上古十大强者, 怎么可能没有察觉当时年幼的天女? 那么也就是说, 他明明察觉到了这件事情, 却仍旧认由, 这会导致陆吾和西王母矛盾激化的事情发生了。 少年某主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雨扇清摇, 平淡道, 让亮再说一句, 此事, 是坐见十方的开明, 无视了事态的发展, 让出身于西王母一脉的绝姑娘, 盗取了陆无天之原谱当中的至宝, 而后矛盾激化, 还需要再继续讲下去吗? 花店当中, 一片死寂, 阿亮道, 似乎是你们之前经历的事情, 不断地引导, 让你们刻意地回避了对这一个问题的思考, 或许是开明的全能, 真的是作弊呀, 对面其实早已经对决姑娘包藏祸心, 这个时候选择反客为主的计策, 简直就像是主动送上门让对方支配自己一样, 计策越发精妙, 就反倒是越发入了开明下怀, 宠无山主神色复杂,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他苦笑道, 若是没有先生你提醒, 我等几乎是主动送死了, 没有眼前这少年谋主点破, 他们或许就会按照开明的引导, 结盟, 然后想要和开明谈判, 结果正入了对方下怀, 少年谋主语气从容自信, 无妨, 亮一直知道, 我出现在此, 便是为了扭转命运, 老山主眼神复杂, 起身欲要为先前的事情道歉一礼, 还没有败下, 手掌便被少年谋主按住, 是老朽先前怀疑先生, 不, 俊美的少年眨了下右眼, 微笑道, 亮说过, 刚刚只说三句话, 而先前说的, 却是多了一部分, 白衣少年洒脱一礼, 道, 先前未夺先机, 语出多有失礼之处, 万望诸位, 勿要见怪, 宠物山主回忆, 想到, 刚刚少年说的那句让亮再说一句, 他本来就是这个打算吗? 老山主脸上表情越发柔和, 而后刻刻气气道, 现在这样的局势, 先生有何妙招? 其余诸位山神们, 也都不敢再有丝毫的小觑, 就仿佛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博物馆主所说, 或许世上根本没有白责, 或者, 人人都是白责, 谁都知道抱紧大腿, 阿亮嗓因温和, 与其反客为主, 受人以权柄, 不如分庭抗礼, 昆仑山海神戏, 以山神, 以水神, 此刻既有昆仑玉书, 又有西王母在人间的祖庭玉山, 与其结盟, 何不将水神山神姓名, 烙印于御书之上, 具有昆仑, 掌控地脉水脉, 汇聚于一身, 成就王母法身, 而后, 以昆仑名义至上尊主王母身份, 裹挟大义, 和开明分庭抗礼, 占有人间山神水神的西王母, 和一位昆仑天女, 在整个山海大荒的意义, 是截然不同的, 之后的合纵连横, 自有机会和余地, 汇聚山神水神, 地脉气脉合一, 登陵昆仑尊主, 而后具有人间, 分庭抗礼, 这事直接成为棋手的阳谋, 甚至于可以靠着贡公的存在, 反向牵制住开明, 争取时间, 宠物山主新潮澎湃, 下意识询问道, 请先生教我等, 少年阿亮提了提茶壶, 发现红茶已经被喝完了, 于是提起雨扇, 微笑道, 今日之事, 便到这里吧, 他站起身, 那边老山主等人面色凝固, 这心里刚刚被挠痒痒撩拨起来, 这少年某主反身就走, 至于后世具体谋略如何, 少年琴着微笑道, 就要诸位改日上门, 询问阿渊是否同意了, 亮听他的, 诸多山神水神, 神色惊恶, 某路人管主, 被自家弟弟强行拖出来, 嗅了一波存在感, 习惯性发现, 队友跟不上节奏的阿亮, 已经琢磨出来了, 如何让阿渊不掉队的法子, 与其说只往阿渊跟着思路走, 不如就直接那根绳子把他捆住, 没事就把他拉出来, 嗅一波存在感, 强行把他拉到节奏上跟着跑, 亮对他可真是好, 少年某主心底非常满意, 转身离去, 只留下了被他抛下的深水炸弹, 轰炸的心神阵战的山神们, 那博物馆主, 老山主苦笑不已, 自身勇武, 身边既有战力过人之辈, 又有如同诸葛先生这样的谋士, 尚可和水神共共一敌亦友, 也能和淮沃水君相交莫逆, 明明只是个懒散的陶匠, 我居然看出了古时候一代雄杰的气象, 真的是! 与此同时, 心底莫名觉得, 这样的家伙, 似乎也配得上天女了, 他想要喝杯茶, 缓解下沸腾的心绪, 提了下茶杯, 威正, 回忆起刚刚少年一边说话, 一边喝茶的动作, 声音惊恶, 喝完了? 清醒之梦中, 魏渊一进去, 邢天就一下抓住他, 这位战神似乎被吓得面色发白, 手劲儿大的离谱, 让魏渊都惊恶, 心底有点怂, 主久因这事发了多大的脾气, 居然让邢天这么猛的人都变成这样, 一想到这个, 魏渊就想要溜, 邢天右手死死按住他的肩膀, 道, 你小子不要想溜, 这可是你的锅, 背好, 胡扯, 你们当时不也玩得很开心吗? 邢天道, 总之, 快点去劝劝煮酒音, 魏渊嘴角抽了抽, 所以, 他打算干什么? 他被你气得回老家了, 卧槽, 第0676章, 战神批发布, 真的要走吗? 不走不行吗? 我真的离不开你, 竹龙, 你不要走啊, 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啊? 魏管主语气绝对的情真意切, 这清醒之梦里面, 一个脑子都没有啊, 在得知到了主久因打算时候, 魏渊被吓出一身冷汗, 不过好在, 这灰袍男子, 似乎还没有来得及实施离开的措施, 被魏渊及时拦住, 也就是之前主久因建议他藏身于幕后, 不要那么忙, 魏渊反手阴了主久因一手, 让三个老祖宗拦住了竹龙, 自己转身就跑出去玩了一把蟒腹冲震, 此刻竹龙似乎动怒了, 清醒之梦中, 轩辕, 行天, 吃油做成一排远远看着, 大气不敢喘, 灰袍男子眼瞳默然, 这家伙的面容始终被一重迷雾般的东西照着看不真切, 语气平淡疏离, 魏管主说笑了, 才智过人, 更兼勇武, 竹龙在与不在, 又有何分别? 思, 魏管主, 这个称呼, 轩辕, 行天, 吃油三人倒抽一口冷气, 彼此对视一眼, 以肉眼难以察觉的速度朝着后面挪移, 魏渊头皮一麻, 甘笑道, 啊, 是, 是我刚刚鲁莽了, 我这个人一向没什么脑子的, 倒是让你担心了, 是我的锅, 我的锅, 担心, 本作可不曾担心你, 竹龙语气平淡, 只是突然察觉, 魏管主既然能算计了本作, 自然也可独自处理此番大劫, 本作一想念九幽风光, 一别许久, 该回去了, 别, 别啊, 魏渊死死拉住竹九音的右手绣袍, 竹龙抽了抽绣袍, 扯不动, 竹九音嘴角抽了抽, 撒手, 我不, 什么叫战神的从容, 事实上, 如果不是某些原因, 魏管主直接就上手, 扛起竹九音了, 直接来个情笔金尖七天锁, 人间的擒拿技巧, 魏渊可是精通的, 虽然大概率被竹龙反手一拳砸晕, 我保证以后听你的, 竹九音你别走啊, 你走了, 我们这儿就真没脑子了, 灰袍男子双目仓骨, 注视着他, 道, 果真如此, 魏管主连忙并指指天, 我发誓, 竹龙双目幽远, 似在思虑, 最后缓缓汗手, 为了此次大劫的话, 却也可以, 后面的三大莽夫琪琪松了口气, 灰袍男子语气悠然, 旋即注视着魏渊, 道, 那么, 往后本座的谋略, 若是和那武侯相左, 你听谁的? 轩缘, 吃油, 行天, 全场动作整齐怀疑, 从起身前进, 同时化作了默契后退, 气氛一下, 又变得压抑起来, 魏渊面容僵硬, 他很想要像是那些经典影视作品里面的人一样, 说一句你们不要吵, 你们都是, 我的翅膀啊, 不过大概会被揍得半死拖出去抛尸, 余光僵硬地扫过, 看到大意已经溜了, 只剩下木牌上面的表情包, 三大蟒夫排排坐, 有多远跑多远, 当看到后背求救目光的时候, 行天面容抱歉, 往左看了看, 看到轩缘带着微笑, 比了个大拇指, 汗手鼓励, 行天低语, 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不知道, 轩缘保持微笑的表情包, 从牙缝里挤出声音, 道, 但是只要这样做, 阿渊自己就知道了, 这可是我做人慌几十年的经验, 行天恍然大悟, 行天比起大拇指, 对魏渊露出鼓励的表情, 旁边吃油, 多少是有点憋屈的, 这不就是个混子, 我当年究竟是输给了个什么玩意儿, 吃油怒视轩缘, 而后比起大拇指, 对魏馆主露出微笑鼓励的表情, 月下三蟒夫琪琪, 对你比起大拇指, 魏渊感觉到了自己的死罩星, 在天上前所未有的明亮起来, 转头看向主酒音, 大脑疯狂转动, 无论如何, 先得要把现在这个难关度过去, 他深深吸了口气, 道, 我听你的, 听你的, 灰袍男子五指微卧, 直接将刚刚那一段岁月时间的倒影节流下来, 化作了一段, 哪怕是流放到时间列系里面, 都不会消散的画面, 平静放入袖袍之中, 道, 好, 我没有问题了, 魏渊, 岁月流影, 这么奢侈, 真的好吗? 你是狐狸吗? 竹酒音喝了口茶, 神色淡漠, 冷哼一声, 世上也未必只有屠山士懂得这个, 竹龙语气平淡玩味, 喜不应喜无喜之事, 怒不应怒无怒之物, 武侯的兵法, 也是有用的, 魏渊反应过来, 咬牙切齿, 竹龙你刚刚, 只是在故意假装动怒, 然后为了拿到自己的发誓记录, 灰袍男子语气悠然随意, 你猜? 魏渊, 竹照九幽之龙, 现在的你, 真的很卑鄙, 竹酒音平淡道, 说说看吧, 得到的情报, 有什么想法? 提及正事, 魏渊也只好收敛思绪杂念, 回忆之前偷偷听到的那几名将领逆谈的事情, 神色正中下来, 道, 没有想到, 何五, 已经被神魄解开, 尽管说我不同意那些人说的话, 但是有一点, 却也不得不认可, 他嘴角抽了抽, 绝对不能允许那种混杂神力的超级兵器, 在人间爆炸, 竹酒音焊手, 道, 基本的判断, 魏渊道, 所以, 我打算从这些真灵里得知大概的行军路线, 渡河未办, 击其中流, 尝试把早尺手里的东西抢过来, 或者说, 最不计隔空一件提前将其引爆掉, 这东西太危险了, 灰袍男子勾了勾嘴角, 你这句话, 和刚刚你拿到手的和图洛书说的, 福西拆了他们时说的话, 一模一样, 魏渊道, 我还以为你会说我又鲁莽了, 灰袍男子平淡道, 上兵伐谋,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好的, 但是面对这种必须死战的局面, 谋略所能做到的, 只是将主动拳握在自己手里, 在自己希望的时间, 在自己希望的地点, 和对手来打一场, 魏渊右手握拳, 砸在左手掌心, 做恍然大误状, 我懂了, 所谓上乘谋略, 就是在给对手喂了一公斤泄要巴豆之后, 在他要笑发作的时候, 拉着他到是中兴广场上打架, 天时地利人和, 皆在于我, 故而必胜之。 主九音, 魏管主, 天赋技能, 将高大上的东西, 拉到平易近人道散发泥土香气的程度。 主九音一时间沉默, 转而问道, 真灵呢? 魏渊秀袍一扫, 将刚刚收起来的那些大荒将领真灵一个个释放出来。 那些真灵, 还处于被斩杀之前的模样, 下意识地躲避魏渊, 下意识地远离他, 满脸警惕, 结果后背一痛, 撞到了仿佛山岩般的东西, 哪怕是真灵, 都觉得疼。 转过头, 看到个浑身肌肉的撞汗, 看到那撞汗的脑袋也掉下来, 下意识也就觉得是自己一边的人, 心中惊惧愤怒, 咬牙切齿道, 你也被砍了头。 可恶, 这个家伙到底是谁? 为什么会拿着那把斧头? 明明, 战神不是传说吗? 不是被人族编撰出来的吗? 怎么会? 那把斧头难道说, 就是传说的行天府? 原来, 我们都已经是传说了吗? 声音闷声传来, 将那大荒将领吓了一跳, 因为这声音是从下面传来的, 转身一看, 那高大壮汉的腹部居然还有一张脸, 这张脸的眼睛猛地睁开, 带着十分的不甘和十二分的憋屈, 怒吼道, 那是我的斧头。 是我的。 与此同时, 这个男人的右手抓着自己的头, 抱在怀里, 左手骂撒下巴, 满脸疑惑道。 奇怪啊, 我记得, 我们人族文官都是写实的呀。 比如辅证, 就是以符砍消使之合乎标准。 我们怎么会是传说了? 那名大荒龙族将领, 面色煞白。 脑海中, 文字浮现, 持甘期而舞, 行天。 行天很疑惑地沉思了好一会儿, 道, 而且, 我的头也不是被斧子砍下来的, 是被扶着你的那小子给削下来的。 嗯, 那龙族将领转头, 看到非常热心地搀扶自己的阳光青年, 这位外貌极为让人信服的男子, 勤着微笑点头。 在夏季轩辕, 龙族将领触电一般跳跃起来, 连连后退, 比见到行天都反应剧烈, 在浩瀚的岁月里, 诞生了无数的强者, 但是单纯地让自己的名字的每一个字都具备无可比拟浑厚感的, 唯独这唯一一人。 呦, 天, 这些都有人拿来做名字。 但是, 在这个人之后, 再没有谁敢用轩辕两个字作为名字了。 惊慌之下的后退, 结果一脚把一个液晶显示屏给踩碎了。 上面正在播放着的是某种黑白相见, 软乎乎的野兽, 龙族将领低下头, 看到自己的右脚直接踏碎, 显示屏坏了一半, 就像是自己一脚把那石铁兽的脑袋踩爆了。 龙族将领心中甚至于浮现一丝丝庆幸感。 幸好, 幸好, 只是个奇怪的流影记录, 应该没时。 一股寒意突然爆发。 仿佛天地化作暗沉, 这是气势压迫魂魄, 失去感知力, 一片极具被压迫力的黑暗中, 突然亮起两道血色的光芒。 那是一双眼睛。 一只巨大的手掌从黑暗中伸出, 直接按在龙族战将的脑袋上。 直接提起, 一名雕形大汉面容猙獰, 左手将这条龙抓起来, 右手握拳, 砂锅大的拳头上似乎冒着黑气, 身上的九黎神魔纹身扭曲着, 背后仿佛出现了一尊尊恐怖的陌生。 你特么? 你踩老子的猫? 那是熊, 熊啊! 壮汉怒声咆哮, 怒声道, 胡扯, 老子说它是猫, 它就是猫。 既然本作一只手能入耳食之, 那它就是猫。 我要把你错骨扬灰, 灰飞烟灭, 本作要让你永世不得超生。 冷静, 冷静, 这只是个梦境视频。 卧槽, 持有你冷静点啊, 别真把它扬了。 使不得使不得, 看, 花花, 大熊猫花花在这里。 看到吃油真的打算, 直接套出吃油石魔兵来把这家伙的真灵直接磨碎成鸡粉, 行天, 未冤, 轩辕额头冒冷汗, 一个抱腰, 一个拉住左手, 一个抢右手的兵器, 死死地把这进入狂暴模式的战神吃油控制住。 那龙族将领, 只觉得自己进入了一场永不醒来的噩梦。 惊慌恐惧的时候, 看到了那边的灰袍男子, 微微一震, 记忆里浮现出家族中的那几幅画像, 作为立于龙族之巅的真正传奇, 逐罩九幽之龙, 龙族大喜, 几乎是喜极而泣, 老祖宗救命啊啊啊啊。 他要扑过去的时候, 看到拉着吃油的胃冤, 转头疑惑道, 竹龙你除了学着蛙黄捏了个骨, 居然有后裔? 你不是严格意义上没有性别? 魏馆主被反手拍飞? 而亲眼目睹立于龙族之巅的传说和那青年的关系, 这位来自于大荒雷泽的龙族将领思绪凝滞, 在一众怪物的目光逼势下, 最终心态崩溃。 不是说战神只是传说吗? 不是说战神只是人族为了鼓舞士气而编造出来的东西吗? 那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人族战神批发布吗? 最终桀骜不驯的龙族战将, 在这一排老大哥的友好亲切注视下, 老老实实地把东西重新复述了一遍。 邪将早迟啊! 轩辕骤眉, 确实是很棘手的对手。 必须要对他进行斩首狙杀的话, 甚至于我或者吃游单兵对他都未必。 柔软美好的声音响起。 这一次, 我出手吧! 一时间安静下来。 魏渊下意识回头, 名为大义的人族, 单兵战力巅峰, 嗓音温和, 道。 既然他说他已经超过了我, 那么, 我也想试试看。 他腼腆笑了笑, 道, 或许, 他真的超过我了, 也说不定呢。 第0677章, 大义, 我将以全圣姿态出击。 大义的声音缓缓落下, 整个清醒之梦中都陷入死寂。 大义平常不说话, 一说话代表的就是最狠的那种。 这位在历史上的记录其实不多, 严格意义上远不如神农士, 轩辕, 吃游这样的存在更有分量, 但是那还得看关于大义的记录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比如行天, 关于他的一部分就是, 他其实是文官。 以及, 为神农不足创作诗歌, 之后和轩辕发生冲突, 两人选择不率领部队内耗, 彼此一对一决战, 身死之后被斩首这样的壮阔历史, 以及最后斗战之志, 至死不休, 天行与我和家烟, 顾名行天。 轩辕和吃游, 那就更多了。 一个率领上古的英雄们创造文字, 征讨四方, 聚集部落, 一个是81个兄弟, 九离部落, 财金铸铁, 大义的记录一点都不多, 而且内容相当统一, 一点都没有偏离主题, 一个字, 杀, 两个字, 屠杀, 四个字, 一个不留, 亚语, 早耻, 九英, 大风, 风熙, 修蛇, 皆为民害。 姚乃使一珠早始于仇华之也, 杀九英于凶水之上, 角大风于青秋之则, 上射时日, 而下沙亚语, 断修蛇于洞庭, 秦风熙于桑林。 直接杀穿了一个时代, 对于他的记录不是在杀神, 就是在杀神的路上, 除此之外, 也就是关于感情的事情多有波折, 不过说起来, 嫦娥奔月有两种说法, 但是终归是嫦娥吃下了西王母次宇的不死药, 而嫦娥飞到了月宫之中, 视为常熙的下属。 常熙却又是帝郡的妻子。 最重要的来了, 大义原本是出身于大荒, 连射日宫都是帝郡所赐予, 让他来下界扶持正道, 只是万万没想到, 这位杀红了眼睛的战神, 最终以帝郡亲赐的神兵, 以帝郡赋予的大义名号, 将十日射杀到只剩下一只。 魏冤敏锐地从大义的过去, 看到了很复杂的英雄成长轨迹, 作为人族的弃鹰, 被大荒的生灵养护长大, 从天地那里得到了神兵, 却又和西王母有关系, 最后为了抚育他的山海众生, 和曾经的恩人成为陌路仇敌, 横压一世,所向无敌, 庇护了一整个时代后, 将神赐的兵器归还于上天, 死于大荒。 相当古典的英雄传说诡计, 或者说, 正是这些英雄的经历, 化作了神舟对于英雄们生平的大概认知, 而从这些简单的文字里面, 魏冤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出不对劲。 就这么说, 这上古莽夫族里面, 大义是最清秀的, 最安静的, 最腼腆的。 是嗓音最温柔的, 甚至于有点类似于少女的声音。 是身材最轻瘦的。 看上去, 外貌几乎介于少年和青年之间, 在一帮肌肉杀神里面, 显得眉清目秀人处无害。 也是风起来最恐怖的。 从南沙到北, 从东坎到南, 所向无敌。 最终, 死于大荒之中, 死因众说纷纭, 但是大概是因为为了把嫦娥从地飞长西的太音乐宫中救出来, 而落入了大荒诸神的陷阱。 最终要么是四大天境的巅峰强者一起出手将其围杀, 要么就是帝郡亲自动手了。 除了这两种, 没有可能。 但是, 大义死活不肯提起过去, 不肯提起嫦娥, 帝郡, 长西之间的各种事情, 大家也不敢开玩笑, 开得太过分, 要不然, 这个腼腆青年, 微笑着掏出一把弓箭来, 连行天都得直接驾盾, 防御, 皮糙肉厚。 开玩笑! 当年被大义诛杀的羞蛇, 另一个名字是巴蛇, 而且是最古老的那一条, 号称是神代最大的蛇类妖神, 最终还不是被大义给射死了, 其身躯分作两端, 其中一部分留在大荒, 另一部分海骨风化, 化作了神舟的巴灵。 是和西方吞噬世界之蛇类似的神灵。 该死还是死, 也因为这个, 魏渊甚至于怀疑大义的弓箭射出去的效果, 跟尖心炮似的, 而且还附带了字苗, 穿透, 避重, 爆炸, 箭射等一系列专长加成。 否则, 巴蛇的尾巴骨头变成巴灵, 那本体得多大? 啊这, 那什么? 要不然你再考虑考虑。 轩辕嘴角抽了抽, 居然反过来劝说他, 道, 这, 区区一只枣齿, 想法子解决掉也就好了。 哪需要阿姨你亲自出手? 不应当不应当, 这只是一名神将而已。 杀红了眼睛拦不住啊。 神农士甘笑着劝说道, 无妨的, 大义, 这, 交给阿渊就行了。 杀红了眼就算了。 把阿渊的身子给搞坏了, 就玩完了。 吃油摩拳擦掌, 拱火道, 上啊, 打呀。 姬轩辕你是不是耸了? 打起来, 打起来。 是真男人就不要耸。 行天直接反手一个情笔金尖七天锁, 金丝缠舌手, 把吃油捂住嘴。 你特么? 闭嘴。 大义笑容腼腆, 挠了挠头, 道, 放心, 我不会太过用力的, 而且, 早尺其实很强的, 速度力量都非常厉害, 是我对手里面最强的那个, 所以, 我也渴望和他交手。 行天一本正经道, 他的意思是, 憋了这么久, 有点手痒了, 早尺是他交过手里面最皮糙肉厚的一个, 能让他多玩一会儿, 为了能多玩一会儿, 大义愿意收敛一点力气, 只用一小半的实力。 魏冤, 轩辕, 神浓。 三人齐齐看向大义, 大义嗓音柔和道, 他的气血雄浑。 行天沉思翻译, 皮糙肉厚皆是耐操。 勉腆少年瞪大眼睛, 而后道, 我是认真的呀。 行天理直气壮, 他是真的想出去打。 大义道, 近战很难对付的, 行天, 你们上不行, 我上可以。 魏冤嘴角抽了抽, 无奈吐槽。 我相信你是文官了, 这种翻译的水准, 简直就是卧龙凤厨。 那边的腼腆少年, 已经被行天的玩笑, 戏弄得面红耳赤, 正当魏冤觉得反应, 估计下一步, 眼角都要飙泪花了的时候, 而就在这个时候, 这位不擅长言辞的, 眼角泪花的大义, 突然反手掏出一把赤色遍地的战功。 整个清醒之梦当中, 温度直线上升, 其上遍布神闻。 来自于天地的神兵, 最终却象征着 神舟最古老神话中最壮烈的反抗。 五指微卧, 虚空凝聚, 出现了一枚造型古老的暗金色弓矢, 手腕一抖, 直接化作五根箭矢, 箭矢反手架在战功之上, 无边恐怖的锐气直接爆发。 诸神射日, 天下无双。 卧槽, 冷静。 暗冤你知道, 为什么不敢让他出了吧? 冷静, 冷静啊大义。 行天直接架盾, 头皮冒冷汗。 卫冤藏在盾牌后面, 额头冷汗狂冒, 知道了, 但是你有必要亲自给我来这么一出, 让我亲自体验一下吗? 这种气势, 看来之前大义和我对练的时候, 完全就是在玩啊。 那不是废话, 这就是大义的权利吗? 可那也没必要一出手就开大吧。 开大? 你在说什么? 相当娴熟地躲在行天盾牌后面的神农道。 这只是他的普通攻击啊。 或者说, 大义根本就没有什么大招和平A的区别。 最终还是竹九阴出手, 把大义的兵器给没收了, 毕竟大义属于是梦境战魂, 是曾经的英雄在岁月之中留下的烙印, 既然是竹九阴将他们带出来, 那么自然, 竹九阴可以随时把兵器给收了。 有权限, 就是这么为所欲为。 大概, 我们明白了。 卫冤擦了擦冷汗, 迟疑道。 只是, 大义你现在是梦境战魂, 又不像是之前有吃油的气息, 你要怎么出手? 大义道, 龙虎山上, 还有一只金乌鸟吧。 他道, 当年那只金乌死去之后, 魂魄当中的善心化为了人, 投胎转世到了瑶的城池里, 似乎是很害怕我会去找他的麻烦, 所以, 每天很认真的帮助他人, 我观察了他一个月, 觉得他已经痛改前非, 所以后来把第十只射日剑留在他家的窗户上, 以表示不会对他出手。 那一只剑应该还在他那里。 靠着这一只剑时, 我应该可以出手一次。 早此押送的东西, 会对人间产生巨大的冲击, 需要拦截。 金乌鸟, 是赵公明。 魏冤恍然大悟, 点了点头, 道, 我知道, 他的话, 正好我也要去龙虎山, 到时候。 到时候, 我和他提一下这个时期这句话还没有说完。 大义就到, 到时候, 我亲自去和他说吧。 靠着那剑时, 我是可以短暂现身的。 毕竟, 也算是故人。 需要亲自登门才合乎炎黄的礼数。 魏冤, 而这, 看着眼前大义惩挚的眼神, 魏冤缓缓点了点头, 那, 那好吧。 大义上门见金乌。 这是真刺激。 赵公明, 财神爷, 您被要了没? 龙虎山。 赵公明狠狠地打了个喷嚏, 疑惑不解, 奇怪, 这股莫名的含义是从何而来? 难道是那位位管主又来了? 赵财神视线横扫龙虎山, 玄疾安下心来。 没关系, 反正老道士说今天赢一把就去后山修行。 既然说了这句话, 那大概是得打个通宵。 真是老年人的含蓄。 魏管主上门来也就老道士倒霉。 赵公明倒是乐得看热闹。 心中玩味。 而清醒之梦中, 魏冤看向竹酒音, 想了想到, 对了, 还有一件事情, 竹龙, 你手里也有一块和图洛书对吧? 我刚刚也得到了一块, 以你的实力, 在这梦里, 能不能短暂让这两块石碑融合起来? 既然和图洛书是被福西拆分的, 那么拼起来不就会提升整体能力? 竹酒音挑了挑眉, 是可以, 但你想要问什么? 魏冤道, 我想要问什么? 魏冤看向那边的邢天, 这位上古战神的本体还在, 只是首级被埋藏在了人间, 而身体失去大脑, 处于一种癫狂的状态, 又因为某人的一发炎罐子, 把仇恨值拉到满, 所以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活动在魏冤的清醒之梦里, 也就是说, 只要找回邢天的首级, 邢天恢复理智, 人间即将拥有顶尖战力。 魏冤吐出一口浊气, 严谨一概。 邢天首级的具体方位, 声音顿了顿, 补充道, 一对一和早池打, 我担心出漏子, 所以, 再带一个战神比较保险。 近战有邢天, 远攻势大意, 就应该比较稳了, 有九成八的概率, 击败早池。 毕竟早池可是帝君说得很强啊, 谨慎点比较好。 第0678章, 大荒神山, 天地封印。 哟, 轩缘, 你想要出去吗? 我就喜欢你这样, 得不到又嫉妒我的表情, 多来点, 多来点。 哈哈哈哈, 吃油, 我会连带着你的份一起打出去的。 在知道自己也可以出去参战, 和早池愉快玩耍之后, 邢天得意洋洋的炫耀, 最后被轩缘和吃油, 按住好一顿抱锤。 而清醒之梦中其他几位, 对于这样的画面, 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魏渊表示, 文官聊着聊着, 就会上手, 用亲切友好的方式, 解决问题的争议。 这难道不是随处可见的事情吗? 这多正常。 所谓平息争端, 平者, 定也, 吸者, 呼吸也。 平息争端, 就是使得创造争端的家伙停止呼吸, 问题就解决了。 魏渊无视了那边打得拳拳到肉的三大蟒夫, 反手将那和图洛书取出来, 逐久因动作不变, 被他流放到无数岁月列席当中的另一块和图洛书分铃重新浮现, 在魏渊取出来的和图洛书才刚刚喊出一声, 勉吓。 还没有来得及看到周围的情况时候, 就直接合体。 剧烈的天机变化浮现, 又尽数地被压制留存, 只在清醒之梦中回荡。 和图洛书的剧烈变化, 让那边打得热火朝天的三大蟒夫都停下来, 然后理所当然地凑过来吃瓜。 最终伴随着天机的骤然压低, 古朴的石碑之上, 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了玄妙万分的纹路。 和图洛书的声音惊恶, 而后似乎不敢相信, 最终突然放声大笑起来, 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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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力量, 我感觉到了力量。 回来了, 都回来了, 我的力量终于回来了。 哈哈哈哈, 从今往后, 我急是天机, 我急是天命。 我将不受任何人的束缚, 真正地把握命运, 编织众生, 一切都将在我的掌握之中。 和图洛书之灵, 放声大笑。 身边无数天机验算, 隐隐幻化出无数种命运长河的轨迹, 更是增添了诸多的狂暴, 霸道, 浩渺崇高的神性韵味, 让人忍不住恐惧, 忍不住敬畏。 让魏渊觉得, 当年的福西把这货拆了是完全有原因的。 换他他也拆。 直到和图洛书分灵, 以反派登场般的气势放声大笑, 从今往后, 再没有谁能够批, 他终于逐渐意识到周围的氛围似乎有些奇怪, 抬起头, 看到前面吃油, 轩辕, 行天, 大义, 卫馆主五个人做成一排围观。 挺有范儿啊。 行天盘腿而坐, 怀中抱头行动, 右手抹撒下巴, 左手挠后脑勺的痒痒, 颇为惊异地上下打量着和图洛书。 是啊, 我家白泽要是也有这个气魄就好了。 羡慕的声音, 是轩辕。 大义腼腆微笑不达, 吃油皱着眉头。 和图洛书那豪气冲天的声音戛然而止。 我了。 一个战神, 两个战神, 三个战神。 这是捅了战神马蜂窝了。 吃油妈撒下巴, 缓声道, 这个是, 和图洛书。 是真品吗? 魏冤道, 应该是真的。 行天爽朗大笑道, 没事, 是真的是假的, 咱们鉴定, 一下就行了, 这俗话说得好, 假得好不了, 真的碎不了, 试试就试试吧。 一边微笑, 一边反手掏出一把大斧头。 轩辕手中的轩辕出鞘, 吃油反手掏出石魔兵里面最适合劈砍的战刀。 几个莽夫的鉴定术毫无疑问都是一脉相承的。 和图洛书被一重重巨大的黑色影子覆盖, 转头看到了那边的灰袍男子, 直接大声喊道, 强大雍容的轩辕皇帝, 伟大的神农士, 斗战不息的伟大战神行天啊, 所向披靡的兵主吃油啊, 还有那伟大的大义, 以及博物馆主。 你们卑微的小洛随时为你们服务, 兵器的残影瞬间停滞。 行天府贴着左边, 刃口封锐, 持油魔刀则是在右边, 在和图洛书的背面, 大翼右手扣着四根箭矢, 如同胡爪一般, 箭矢的封锐之处抵着和图洛书的后面, 轩辕站在前方, 轩辕剑抬起, 抵着和图洛书。 雍容的人黄琴着微笑, 这才对。 和图洛书的视角, 四大神戴的战神俯看着自己, 刚刚是被描编了。 如果不说出来, 搞不好就是被直接暴揍。 轩辕微笑道, 你刚刚说, 你要编织什么? 和图洛书分灵干笑着道, 伟大的人黄之使, 人族真正第一位帝王啊, 您说什么? 小洛不知道啊, 我, 我承认我刚刚声音是有点大盛。 轩辕把剑收回来, 点了点头, 笑着道, 乖, 我们刚刚也就开个玩笑。 欢迎欢迎。 和图洛书在得到力量之后, 膨胀的第二秒钟就被现实殴打回去。 上古文官密传交涉数成四, 效果拔群。 和图洛书老老实实地待着。 行天凑过去, 雨带兴奋道, 快点快点, 搜搜看我的头在哪儿。 当年轩辕这小子把我的头披下来以后, 雨王又把我的脑袋带走, 不知道藏哪儿去了。 在一众老大哥的注视下, 和图洛书开始老老实实演化天机。 如果说和图洛书还是本体的话, 那他确实不必耸。 但是本体不是被福西拆了吗? 这形式比人强, 不能不低头, 而且他觉得如果他真的把所有碎片都挤起了, 最后搞不好这帮人会找到蛙黄, 然后就可以直接召唤福西了, 然后福西出来, 就是再拆一次。 这不是耸, 这只是听从了内心的指引。 在轩辕汉手, 竹九音点头之后, 和图洛书开始推演天机。 石碑之上, 无数密密麻麻的天机纹路流动着, 最终编织岁月, 洞穿命运的痕迹, 流光浮现, 石碑上出现了画面, 而画面玄机被竹九音直接扩大, 出现在整个清醒之梦中。 确定是要把行天的手机带回去吗? 粗豪的声音, 却带着凝重, 魏渊下意识抬起头, 下意识停止脊背, 推演的画面里面, 穿着简单衣物, 气质豪迈的男子似乎是在低语, 那正是羽王寺闻命。 羽, 魏渊呢喃, 这应该是分裂山海前的事情。 轩辕地斩行天, 葬之于长阳山, 而羽王后来更把行天的手机带走, 作为人间的后手藏在人间。 有点奇怪, 竹九音皱眉。 很快, 魏渊也察觉到了竹九音所说的奇怪的地方, 画面里的羽似乎是在和另外一个人交流, 但是在这画面里面, 居然没有那个和他交流的人, 只剩下了羽王一个人, 在自言自语。 眉眼疏朗, 气质豪迈的男子叹息。 确实, 人间分裂山海之后, 为了防止诸神进犯, 需要有后手。 吃油藏之于空桑, 贡公封印于东海, 有这两个在的话, 哪怕是大荒那些无法无天的家伙, 也绝不敢在人间开启神话概念, 那会本能地牵引住吃油的敌意, 也会惊醒封印当中的贡公。 这是人间界最关键的两个后手, 但是也要有应对次一级麻烦的准备。 明面上的话, 和昆仑完成了约定, 西王母和庚臣会在人间。 庚臣或许会认真的旅行和人间的约定, 但是西王母, 算了, 她现在的性格完全是懒懒散散, 她玩好吃, 还喜欢漂亮裙子。 上古语王仰天长笑, 大姐头啊, 你现在怎么变得和一个小姑娘似的? 羽王转头看向一侧的方向, 提醒道, 这句话你可不能和旁人说。 不准录音, 不准流影。 我对大姐头那是很尊重的, 就是她现在变得我都有些不习惯了, 当年明明特别能打, 她穿戴过去的铠甲指点我一段时间, 我18岁前的目标就是能把她打败, 结果每次都被抽得鼻青脸肿。 庚金之主西王母曾经指点过语。 魏冤亚裔, 这种与过去的经历, 她完全不知道, 没有想过, 语王居然有这个经历, 等等。 这样说起来, 西王母这一脉是不是都有下山来指点人族英雄的传统? 九天玄女对轩缘, 西王母对语王。 不过看起来, 西王母似乎脾气很暴躁啊, 至少打架才暴躁。 还是说, 戴上面甲所以能够尽情地出手。 你以为是戴上了面具, 其实恰恰是掀开了面具。 正好没人认识, 能够尽情地发泄。 魏冤心底吐槽。 羽王叹道, 所以, 暗面的话, 就以淮水或君吾之旗, 以及战神行天, 这样有底牌。 次一级的威胁也有应对的方法, 明面, 暗面都有。 哪怕我出了什么不测, 人间也应该能安稳绵延下去吧。 制衡贡公公的九州铁也还剩下点, 就放在这里了。 行天首集, 就放在这里好了。 画面里面, 羽王将东西留下, 而后布置了一层层的阵法, 随后羽王洒脱离去, 这一片山巒, 伴随着山海分裂, 沧海桑田, 不断地发生了一重一重的变化。 行天的眼神变化犀利起来, 行天第二个头的眼神也变得犀利起来。 这个位置是, 魏冤皱眉辨认, 打算之后尝试寻找, 而就在这个时候, 埋着行天头的地方突然晃动了下, 然后这个头居然自己走了出来, 抖了抖身上的土灰, 放声大笑道, 啊哈哈哈哈哈哈, 鸡轩辨你个蠢货, 你居然以为这样就能赢了我吗? 好好天地, 我行天又回来了。 鸡轩辨, 缓缓转头, 脸上的微笑逐渐危险起来。 行天眼关鼻, 鼻关心, 可正在这个时候, 突然钻出一只石铁兽, 咬住行天的头发, 直接就跑。 行天大怒? 卧槽, 那是我的头? 吃油拍手大笑道, 好, 好, 真乖啊! 在众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 这只石铁兽抱着行天的头翻滚, 最后咕噜咕噜越滚越小, 变成个团子模样, 飞腾起来, 落入一只手掌上, 视线向上, 是一名面容俊美的青年, 一身白衣, 变脚发丝缠绕金色彩线, 玉冠束发, 风神俊朗, 右手拖着那封进者行天手急的东西, 左手一根糖葫芦, 张嘴咬了颗山楂, 卫冤猛地起身, 惊恶, 开明, 这家伙, 竹九音皱了皱眉, 看来, 迟了一步, 羽的后手, 居然被开明给拔了, 卫冤心中有着一拳砸空了的感觉, 旋即也有恼怒, 甚至于还有一种奇妙的, 觉得这发展很合理的感觉, 羽王的脑子, 也已经尽力了呀, 不过, 仔细想想, 人间的后手里面, 西王母下落不明, 吃油沉睡着, 贡公准备破风和人间打一架, 水猴子的实力, 因为佛门东渡的原因, 受到了削弱, 更沉转世, 现在连行天的头都被开明兽刨出来了, 甚至于可能是在三五百年前就挖走了, 开明, 这老银币, 魏冤咬牙切齿, 而画面上身穿白色明带服饰的俊朗青年消失不见, 看着糖葫芦溜大远了, 魏冤恨恨道, 开明, 嗨, 你们在找我吗? 本来什么都没有的和图洛书上, 突然一下又出现了开明的脸, 从一侧一下跳出来似的, 凑得极尽, 几乎就贴着和图洛书的石碑, 俊朗青年笑容灿烂, 嘴角从两侧勾起, 眼眸幽深, 伸出手打招呼似的挥了挥手, 哟, 你们好啊, 吃了吗? 没吃的话, 今天打算吃什么? 卧槽, 尼玛, 干, 槽, 伴随着四生整齐怀疑不知异议的声音, 在石碑前看着画面的未冤, 行天, 吃油, 轩辕, 被突然冒出来的脸吓得一个哆嗦, 猛地后退, 而后整齐怀疑, 四肢战神的右脚直接猛地一脚踩在那张脸上, 我踹, 神棍给也死, 画面消失, 四肢脚直接踹在了和图洛书上, 和图洛书半句话没吭出来, 原地转体三圈半外加托马斯回旋直接飞出去, 而后听的哒哒哒哒的声音, 一道道箭矢几乎是传射出去, 直接把和图洛书在空中打出了十七八种不同姿势, 而后翻转, 和图洛书重重落地, 扑街, 这还没完, 众人手中都拔出兵器, 死死盯着那边, 魏冤嘴角抽了下, 居然被开明察觉了, 灰袍男子仍旧有兴趣喝茶, 魏馆主咬牙切齿, 竹龙, 竹龙你说句话啊, 怎么回事? 竹龙音嘴角勾了勾, 看戏, 哈! 灰袍男子看到博物馆主怒目相识, 随意道, 确切地说, 是过去岁月的开明, 隐隐把握住了来自于未来的天机窥测, 却又不知道来自于何方, 来自于谁, 所以故意做出了这一个动作反应, 他的性格自古如此, 真欠! 魏馆主嘴角抽了抽, 精准地下了决断, 真是充满恶趣味的家伙, 但是很棘手, 不过, 既然如此, 行天的首集落入了开明兽手中, 那么行天的出差计划也得要终止了, 看了看那边怅然若失的行天, 以及放声嘲笑的轩辕和吃油, 为冤收回视线, 看向何图洛书, 回忆刚刚浮现出的羽王, 神色微变, 突然意识到了一件事情, 先前无法补算羽王, 从刚刚的画面来看, 难道说, 可以了? 魏冤把扑接的何图洛书扑起来, 而后道, 与现在的具体位置, 何图洛书? 要不我还是继续扑着吧。 魏冤道, 你刚刚已经补算出了羽的信息, 试试看。 避开帝郡, 只补算羽。 啊这, 好吧, 我试试看。 何图洛书想了想, 憋足了力气, 石碑上的纹路猛地亮起, 经历过艰难的碰撞, 这一次, 居然不再是先前说的不可能, 不再是毫无所得, 而是出现了一座似乎无穷高, 无穷广, 极端高耸神圣, 被云雾笼罩的神山。 画面拉近, 进入神山内部。 一个身材高大, 五官豪迈的男子被捆覆起来, 一道道锁链锁着他的手腕和脚腕, 将他整个人拉高锁在虚空, 动弹不得, 他的头颅低垂, 曾经的黑发里面已经掺杂了白发。 魏冤思绪凝滞, 猛得起身。 鱼。 遥远大慌。 那发丝斑白, 被死死捆住的男子 似乎有所感觉。 抬了抬头, 面容依旧, 唯独黑发几乎半白, 正是当年曾经立下无数功勋的人间王者。 尼南道。 这是, 鸳。 第0679章, 赵公铭的龙虎山观察日志。 鱼。 哪怕是已经度过了太过漫长的岁月, 哪怕是眼前这曾经粗狂豪迈的英雄已经快要黑发斑白, 但是魏冤仍旧一眼认出了对方, 而在那边的羽王似乎也在同时察觉到了窥探自己的是谁。 只是下一刻, 来不及进一步的推展, 来不及看到更多的信息。 何图洛书之上的画面重新开始崩散, 化作了丝丝缕缕的天机纹路, 何图洛书的分铃像是见到了什么恐怖到无法理解的东西, 发出了一声惨叫, 而后直接分离。 魏冤下意识上前伸出手, 下意识喊出声来, 雨。 眼前仿佛化作岁月迷雾, 前面是渐行渐远的羽王和气, 而魏冤自己在此刻重新化作了当年身穿褐色衣物, 黑发乱糟糟继承马尾的古代陶匠, 只是那两个家伙越走越远, 他下意识地想要迈步追上去, 可是才走了两步。 背后传来声音, 不要去。 站在原地, 魏冤。 魏冤脚步一顿, 煮酒音。 他认出这个声音, 下意识停在原地, 一只白皙修长的手掌按在他肩膀上, 在这层层迷雾之中, 灰袍男子的身影突兀的出现, 而就在这一瞬间的恍惚, 魏冤发现自己重新回到了清醒之梦中。 只是整个清醒之梦却几乎当场崩碎, 和图洛书分灵已经重新从一块变成了两块, 就这样, 中间还多出了一道道裂痕, 大有直接有四分裂变成四分的趋势。 整个以他的真灵为核心构建的清醒之梦, 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巨大的坍塌, 清醒之梦的地面破碎, 天空暗淡, 仿佛被烈焰烧灼腐蚀, 被岁月侵蚀, 彻底化作鸡粉的趋势。 煮酒音站在魏冤背后, 手掌按住他的肩膀。 魏冤此刻才注意到, 自己居然下意识站起来走向裂隙, 差一步就会从清醒之梦的裂隙里摔下去, 真灵从真灵裂隙的梦境摔坠, 这样一个不好恐怕会直接三魂颠倒, 当场昏厥重伤, 走火入魔。 魏冤当即冒出冷汗, 这, 这是, 是帝郡。 煮酒音收回右手, 道, 小心点。 帝郡察觉了? 不, 只是帝郡抵达了与现在在的地方。 灰袍男子嗓音沉静, 帝郡并不擅长天机占卜演算的部分, 但是却极擅长防御和攻击, 如果他刚刚真的察觉到了, 你再推演他。 煮酒音的声音顿了顿, 不带有一丝玩笑的语气道, 那么他, 已经出现在这里了。 这个清醒之梦, 就归他了。 你和何图洛书, 刚刚只是被动卷入了帝郡的星斗阵术之中。 被余波反噬。 余波反噬? 只是余波反噬, 就差一点让他的三魂颠倒, 让何图洛书自动分裂以分担伤害。 魏渊新潮涌动, 道, 他, 这么强? 煮酒音语气略带一丝嘲弄, 反问道, 你现在也已经看出来昆仑三神彼此的关系没有你想得那么融洽, 那既然昆仑三神彼此的关系没有那么好, 那么他们又为何会保持表面上的联手和合作? 长达数千年乃至于近万年之久。 因为外力, 魏渊自然地得出了这个结论。 因为若不联手, 就只有灭亡这样的外力压迫。 昆仑神系略强大于大荒, 但是昆仑三位神主, 大荒唯独帝郡。 这样对比的话, 帝郡的战力绝对要强于那三位单独。 灰袍男子淡淡道, 算是给你个教训, 若是帝郡察觉, 亲自来此, 哪怕是我, 也只能带着你去九幽, 护住你的性命已经是极限, 就此失去参与棋盘的资格。 灰袍男子语气玩味, 道, 不过, 若是你愿意设下人间的诸多远法, 远离人间, 去我的九幽做一个厨子, 本座倒是也乐见其成, 如何? 到时候, 便是帝郡和开明亲至, 本座也护得住你区区一个厨子。 魏渊下意识想到了, 这一世第一次见到竹九音的时候, 竹九音九幽地下修建的那个跟监狱式的厨房, 嘴角抽了抽。 这个的话, 还请允许我拒绝。 我为馆主这辈子最喜欢的事情, 就是对自以为是的天神说拒绝。 竹九音喝了一声, 转而语气平淡。 至于她的实力, 上古十大之中, 各位天神各有所长, 但是, 无论怎么样排列, 帝郡都永远在前三之列。 前三? 第一第二是谁? 她就是第一。 竹九音随意道, 那个境界的存在交锋, 根本无法分出第一第二第三, 那三位是并列的。 你可以认为, 哪怕是凌驾于万物之上的十大巅峰, 同样隐隐分出了梯队。 其中, 帝郡是任何阵营都公认的第一梯队。 诸神之地, 最强之神, 至于蛙黄的综合实力, 处于第四位。 但是福西却绝对的第一梯队。 帝郡之所以当年不曾吞并三界八荒, 就是因为福西的存在。 魏渊道, 福西, 他比帝郡强。 竹九阴摇了摇头, 不, 未必, 因为他们并没有亲自单独厮杀过, 但是福西和蛙黄联手, 曾经是上古时代当时无愧的最强, 即便是执掌群星, 涉及岁月和命运的帝郡, 也只能够在其之下, 居于第二。 换句话说, 竹九阴深深注视着魏渊, 存在有哪怕是神话概念众人皆知, 也无法击溃的敌手, 譬如吃油, 需要轩辕, 丰厚, 丽木, 庚臣, 神农, 行天, 女拔, 玄女等一众神代一流高手联手才能击杀, 帝郡同样如此, 按照目前已知的情报, 唯独巅峰期的福西和蛙黄联手, 才能压制帝郡, 挥袍男子语气平静复杂, 所以, 对于与当年居然单人独剑和帝郡独斗大荒之上, 纵横三万里后才战死, 本座心中, 既觉得嘲讽, 竟然如此不自量力, 却又觉得敬佩, 竟然如此, 和帝郡彼此厮杀到, 奔走了三万里才战死, 轩辕也未必能做到, 何况是当初被天机反噬受伤的四文命, 主九因感慨, 不过, 我也不是不能理解他, 毕竟, 当年与其说是厮杀三万里, 不如说, 是与王将帝郡带着远离了人间城池三万里之外, 当时两人战斗的方向, 是直接远离人间, 远离人间, 魏渊恍惚了下, 仿佛看到自己的好友, 不顾一切的和帝郡出面厮杀, 最终将其成功牵扯远离人间后, 坦然战死, 也就是说, 那是真灵, 是真灵, 甚至于, 是残灵, 魏渊闭了闭眼睛, 心潮涌动, 激动, 以及一瞬间, 就想要奔跑过去, 找雨的冲动, 逐渐被压制住, 许久后才睁开眼睛, 道, 雨在地方, 是哪里? 主九因摇了摇头, 事意不知, 大意想了想, 开口道, 是天地山, 天地山? 嗯, 大意点了点头, 解释道, 当年我的战功, 就是帝骏在那里给我的, 按照说法, 天地山是和昆仑山相对的概念, 昆仑山具备同时存在有不同世界的概念, 而天地山则是没有固定的时间和空间概念, 你可以认为, 那是游荡在昆仑, 大荒, 三界岸面侧的特殊存在, 如果说, 昆仑代表着十方共存, 那么天地山就是在十方之外, 非生非死, 无过去, 无未来, 不可见, 不可想, 不可去, 只有以特殊的方法才能抵达, 未冤咬牙, 去不了吗? 大意摇了摇头, 道,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 就算是靠近了, 也无法抵达天地山, 我虽然知道大概的方位, 但是也没有办法进入其中, 只能够在固定的时间, 接近那一座山。 他比划了个手势, 道, 大概就是, 天地山会在一个固定的时间, 和三界大荒的常态世界, 交错而过, 那个时候, 站在大荒的边缘, 能够看到天地山, 但是却无法抵达, 就如同海市蜃楼一样。 大意察觉到了魏渊的想法, 微笑道, 你想要去? 我必须去。 魏渊回答, 沉默了下, 魏渊的大脑反倒思绪越发清晰, 排除一切的干扰讯息, 他遵循着内心的真正想法, 道, 如果有赵公明才神那里的那一枚箭矢, 大意你能发挥出多少的实力? 腼腆青年眼睛弯起来, 笑意越发温和, 而后安静温柔地吐出两个字。 巅峰? 好, 我会帮你带回来, 早耻, 交给我。 魏渊吐出一口气, 就像是我们交出的答卷吧。 我, 我们, 会以人足现在的方式, 击溃那位天神的神将, 而后就拜托你了。 大意, 至少, 至少请你, 带着我去天地山的入口。 魏渊握着剑, 道, 这几天时间, 在梦里训练一下如何对付早耻。 他思绪顿了顿, 突而道, 对了, 说起来还是有点好奇的, 上古十大里面, 没有分出最强的, 那么最弱的是, 哦, 是不周山神? 是不周山呢? 不周山神? 老山族? 这一个答案, 直接整齐怀疑地被说了出来。 上古巅峰强者支持, 虽然说撞倒他的那位, 也属于是巅峰强者, 但是吧, 神农士斟酌了下言语, 道, 他的败法, 过于艺术性了点, 就是被另外一位巅峰击败, 或者说落入陷阱, 我们只是会惋惜, 会觉得那些设下陷阱的, 太过于无耻, 岁月长河流转, 无数传说出现又消失, 或许过上千年, 大家就会逐渐忘记他。 但是就因为这个死法, 实在是太前卫了。 能够背负天柱, 跨越三界, 抵达世界之海边缘, 斜山超海之神。 居然在吃瓜的时候, 被一后生, 直接撞腰杆子上, 给创死了。 那天之前, 大家提起他, 还是, 伟灾, 邪天柱已超四海。 那天之后, 就是吃瓜变成瓜的典范, 瓜中之王, 茶中之茶。 真是够惨烈的。 魏冤无奈吐槽, 因为死法太艺术性, 被记了几千年, 也是绝了。 他从清醒之梦中出来, 额头还感觉到了一阵阵的抽痛, 骑成薄龙, 回首看到那三万前锋军已经开始撤离, 大荒的天空压得很低, 天空中十二轮太阴星 同时存在, 是有别于人间界的瑰丽壮阔。 转身驾驭伯龙, 回到人间, 直奔龙虎山。 龙虎山上, 身上挂了起码十二个道门神职, 既是门神, 又是护法神, 雷神, 武神, 顺便还要驱逐瘟疫的瘟疫神, 风雨神, 甚至于帮忙种田的道神, 以及武财神的赵公明统治。 洗漱之后, 坐在龙虎山最高的树上, 开始了他几千年如一日枯燥的生活。 赵公明龙虎山观察日志, 新版本, 凤四语的日常, 找吃的, 吃东西, 找吃的, 吃东西。 一天三次祭祀祝容室, 最近似乎打算第四次开始了。 奇怪, 这小姑娘这么吃东西, 居然不会胖吗? 有香客问他, 他居然说是神灵保佑, 那个香客显然不相信。 不过, 这个借口和龙虎山倒是相配。 原来凤四语也会说谎啊。 阿璇的日常, 做早课, 修行, 给凤四语做作业, 给凤四语做吃的, 给凤四语投食, 给凤四语弹琴。 最近正在开始用零食诱惑凤四语去好好修行上课。 效果拔裙。 昨天弹琴的时候, 凤四语睡着的时候, 枕着他的大腿, 结果, 保持原本动作不动, 维持了足足三个时辰, 面红耳赤, 之后气脉不顺, 走路一瘸一拐, 被山下回来的失职, 怀疑是犯了痔疮。 当夜收到马应龙三只。 祝, 凤四语以为是好吃的, 险些偷吃掉。 女拔, 大佬, 脾气差, 还是算了, 不要观察得比较好。 因为某些原因, 赵公明同志对于实力强又脾气差的家伙, 有极为浓郁的心理阴影, 翻过一页, 记录老天师如下。 在连贵三百把牌位后, 被官方认为是故意来找茬的。 封号99年, 张若素沉思, 张若素决定打算等到99年解封后继续玩, 更换游戏, 遇到四个组团的新手, 决定去打秋风, 被剃了光头, 输了一个通宵, 狂喷垃圾话, 说这四个家伙都是非主流吗? 居然用关云长, 武安君这样的名字, 等到有机会见到这两位本尊, 一定要好好提一句, 然后带着他们一起嘲笑这些家伙。 湖中仙女, 正在尝试尾随张若素, 将西方不老权和反老还童权给天师下药。 第十七次失败无果。 正在筹备第十八次, 目前打算用不老权来和面做牛肉面, 以及用反老还童权做红糖瓷巴。 令住, 凤四宇打算偷吃不老权特产。 令住二, 小阿璇正在尝试防止凤四宇偷吃不老权。 令住三, 凌凌儿在思考不老权能不能让那小活尸恢复正常, 和凤四宇组成攻守同盟。 今日心情, 这吃瓜, 真是一件美事啊。 今日最后一句, 我看到卫馆主上山了。 看来, 天师的麻烦又来了。 愉悦啊, 哈哈, 嗨嗨呀。 以及, 在下面隔了好一段时间, 有另外的字迹补充了一行文字。 这和赵公明截然不同的文字。 用古怪的语气记录道。 在我们听到声音赶到的时候, 原地只看到了这一本日记本。 第0680章, 雨与渊。 大荒, 天地山。 雨王被锁链封锁着, 在这位于十方之外, 世界暗测的区域, 陪伴着他的, 只有永恒的孤寂和沉默, 刚刚隐隐感觉到了些许的窥探, 以及那一缕熟悉的契机, 只是转瞬那气息就消失不见, 被一种悠远的气息遮住。 伴随着脚步声音, 一位脊柱弯曲的老者提着灯盏走进来, 嗓音沙哑, 地语在说什么, 什么冤。 黑发斑白, 被锁链困住的男子大笑起来, 道, 是啊, 冤。 他仍旧得意洋洋道, 我的好友, 我刚刚又想起了他做的饭菜, 那可真是人间美味啊。 不咸不淡, 你有机会也该尝尝看的。 可比这里好得多了。 四文命一点破绽都没有露出来, 转口道, 要不然, 你把我放出来, 我再做点饭。 几倍弯曲的老者面容泛起一阵苦味, 哪怕是无血无泪的天神, 都在一瞬间觉得胃部翻腾起来, 这为地狱的魂魄被带来之后, 也曾经争吵着要做饭, 出于对强者的尊重, 天地山的神灵允许了地狱的要求, 并且还非常热心地为地狱准备了食材。 最终一众天神们遭遇了数千年来最沉重的痛击。 如果不是羽王也在面不改色地吃的话, 他们几乎以为这个浓眉大眼的人族王者是在饭菜里下毒了。 不对, 是在毒里面下了点面。 不过, 说起来, 那一日还有另外一位也面不改色地吃了下去。 羽王四文命抬了抬头, 一双虎目神光灿然, 看向那边, 一位身穿寻常衣物的男子右手提着一个酒坛走来, 对方黑手一直垂落到腰间, 身材高大, 却自有雍容, 顾盼之间, 玉至金像, 如群星万象, 容貌俊朗的程度, 在诸神之中也无可比拟。 帝郡, 那老者慌乱行礼, 道, 帝君。 帝郡摆了白手, 而后直接让羽王的锁链暂且打开, 道, 想要做饭的话, 就去做吧。 羽王大笑起来, 道, 真的是, 你的性格, 如果不是敌人的话, 我觉得, 我们会很投缘的。 冤, 气他们都不想要吃我的饭。 我这些年, 可琢磨出了不少的菜式。 双眉垂落的驼背老者, 眼角抽了抽, 心底把这句话自动翻译。 这些年, 琢磨出了不少浪费食材的法子。 羽王这个人, 从来使人讶异。 他仿佛有着某种极为玄妙神奇的能力, 能够把一切上乘的食材都做成一锅炭的模样。 这些食物, 哪怕就是生吃, 味道都不会差的。 被这位大聪明一烹饪, 说是能把饕铁堵死, 驼背老者都相信了。 MD, 羽王做的饭, 饕铁都不吃。 但是当这位一身粗不一长, 头发乱糟糟的人间王者, 做完饭菜之后, 身穿寻常衣物, 却仍旧显得玉制金像, 美与俊朗雍容的天地, 却拂袖和他坐在一起吃饭, 老者看着自家天地面不改色的, 把一个个黑不溜秋的玩意儿塞到嘴里, 心疼得很。 不是, 帝君, 饭得着吗? 羽王大笑, 有意思, 帝君你实在是有意思, 愿意和我一起吃我的饭的, 你还是第一个。 帝君神色冷淡, 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和我同列的。 羽王咧嘴一笑, 我就不一样了, 我倒是不讲究这个, 只要愿意的话, 谁都可以和我一起吃饭, 人多才热闹啊。 帝君, 你很得意。 羽王得意洋洋, 当然, 我吃饭永远一大堆人一起, 冤, 女娇, 还有气, 还有路过的山神水神, 你就始终一个家伙, 孤零零的没个伴, 多无聊。 帝君平淡道, 满嘴的胡扯。 羽王放声大笑。 帝君提起酒坛, 和羽王的酒坛碰了下。 羽王双手端起这天神佳酿, 仰起脖子, 大口大口的灌酒, 一部分酒液洒出来, 落在胡须上, 打湿了衣服, 像是一只雄伟的猛虎, 而帝君提起酒坛, 对嘴饮酒的时候, 仍旧潇洒异常, 如同尊贵的凤凰。 一顿酒肉后, 帝君拂袖起身, 道, 大概是最后一面了。 大荒的天地, 脚步顿了顿, 侧眸看向重新被封锁起来的羽王。 刚刚窥探的目光, 是来找你的吧? 我不会去追究。 羽王, 似闻命。 帝君道, 再见了。 嗯, 是啊。 被封锁起来的羽, 微笑着低羽, 再见了。 帝君? 帝君被对着地羽点了点头, 大不离去, 并不再回头, 两人都知道这最后的再见意思是, 地羽的魂魄已支撑不住下一次的相见, 看守着此地的神匠, 抬起头, 看到羽王似乎也沉浸在这种英雄之间惺惺相惜, 彼此最后一面的悲伤氛围里面, 心中一时间唏嘘, 然后, 羽王打了个宝格。 神匠? 好的, 氛围直接没了。 屁的英雄惺惺相惜, 不知道为什么, 神匠觉得如果不是被捆着, 羽王搞不好会挠挠肚皮, 然后躺在床上打哈欠, 然后右脚脚趾扣大腿去挠痒痒, 这样一个中年大叔样子。 羽王此人, 从来使人讶异, 就不该对这家伙抱有什么期待感。 神将心中吐槽, 将帝郡送出去之后, 看到天地从容离去, 而神将恭恭敬敬地送别了帝君, 看向旁边的驼背老者, 道, 帝君, 似乎很看重帝宇啊, 是, 自古以来, 宇甚至于无法排在帝君对手的前十之列。 老者道, 但是力量强大超过他的, 也不曾有人做到和帝君熬战三万里的壮举。 到了最后五千里的时候, 羽王其实已经战死, 却又不肯倒下, 魂魄持剑厮杀, 壮阔惨烈, 我现在回忆起来, 仍旧心有余悸。 他回忆那个厮杀的夜晚, 面对诸神, 浑身染血的男人如同猛虎苍龙一般咆哮厮杀着, 双手同时握持了轩辕剑和夜影剑, 人族的怒吼响彻整个大荒。 那一战的羽王证明了人的尊严和意志, 绝不逊色于神灵的傲慢。 所以, 在女骄的计策施展的时候, 帝君没有出面。 这代表着帝君本身认可人族代表的智慧和勇气。 既然这样, 那为什么帝君要对他? 年轻的神将迟疑。 老迈的天地山山神, 回首看着那边懒散的豪迈男子, 知道对方的表情之下, 是在无时无刻都承担着魔力魂魄魄真灵的巨大痛苦, 回答道, 面对地方的英雄, 真正的尊重是什么? 是以全力去杀死他。 这是帝君的看法。 留守, 是对彼此的侮辱, 是对那一日孤身熬战三万里, 最终弃绝而死。 身躯不倒的人族王者的侮辱, 正是因为发自内心的认可和尊重, 帝君才会选择拼尽全力将他诛杀到魂飞魄散。 老人叹息, 所以, 这也是帝君的桎故。 唯独羽王这样的人才能有资格得到帝君的友谊。 而作为内心认可和尊重的好友, 帝君又必须全力将其杀死。 在这交谈声中, 羽王头颅垂下来, 他的四肢和腰部都被锁链困住, 那些细细的锁链往四面八方蔓延, 越往外面蔓延, 就越是粗壮, 等到最后, 这锁链的粗度甚至于比得上泰山的高度, 没入了岁月和空间的浩瀚云海, 伴随着时间之云的涌动, 锁链捆腹着的东西出现了。 这五根锁链, 每一根都捆绑在了一颗巨大的赤裂大日之上。 泰山高度搬粗的巨大锁链, 在这大日之上简直细微地如同发丝, 而这些巨大的大日之中, 有着并非金屋的异兽, 嘶吼着爬行, 拉着这座天地山以四缓十块的速度, 巡游三界十方无穷世界。 此乃天地行宫。 五颗恒星落入四方, 朝着不同方向流转, 羽王的真灵, 就这样被死死地固定在了天地山。 伴随着天地山的游荡, 其魂魄被不断地磨砺粉碎, 直到最终, 将比落入龟虚更为彻底地消失在天地之间。 可能, 哪怕是羽王, 这魂魄也支撑不住了吧。 老者叹息。 与此同时, 龙虎山。 赵财神, 我没有恶意的。 来, 我给你介绍下, 大义, 好人啊, 看着这长得多清秀。 比起行天那满脸横肉不帅气多了。 你看, 婴儿肥, 可以捏的, 手感特棒, 非常治愈。 哈, 捏大义的脸是恐怖片。 哈哈, 你在说什么? 真的, 不会对你动手的。 快下来吧, 真的只是想要和你好好谈谈。 魏冤仰起头, 无可奈何, 赵公明飞的几乎要飞出大气层, 或者说已经飞出去了。 这家伙现在直接抱住了大阳彼岸新大陆国的导航卫星, 死死抱住, 不肯下来。 也就是还有自我意识, 情急之下没有抱了神舟的卫星。 现在那一颗卫星几乎像是抱枕一样被揉碎掉了。 魏冤和大义站在高空大喊。 赵公明怒喊, 胡扯。 我知道你养了一头饕餐。 你连猎人都带来了。 你自己又是厨子。 你就是想要把我打成金屋, 然后把翅膀给烤鸡翅膀了。 我诅咒你今年比去年更穷啊, 混蛋。 魏管主大怒, 我家住着武财神关云长, 我反弹。 再说, 我已经穷到没有办法更穷一步了好吧。 反正, 是真的不打算和你打架, 也没打算做什么。 你快下来吧。 赵公明大喊, 例字句。 你例字句。 我侧然后, 我侧可笑这个小邏要。 我侧在ゆ重度里面, 我提起了谢谢。 我侧可笑这个烤鸡翅膀。 所以, 你终于为了人试生 我侧你这个一个小邦翅膀? 我侧在gen状之后, 我侧很多人留在的竹胜师, 也没有并不得了好少许。 我侧是人, 我侧死的毛和你持续, 你能不能对饕大喊你。 我侧不得了什么东西。